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那我們再繼續回到上個禮拜上課的範圍 上個禮拜我們最後有講關於Cost Theory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做過作業,然後考過小考以後可能都有點概念 可能都有點概念,不過我想可能有作業是用超的,然後小考考得很差 那可能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再講一次 我們上個禮拜講什麼呢? 我們上個禮拜講財產權跟外戶性的問題 那我們說呢,如果你一個資源 比如這樣公海,比如這樣公有地 這種東西呢,如果你沒有界定財產權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 你會發生一個叫公地悲劇的現象 我上禮拜有講過,大家考試也有 考試作業也都有做過 也就是說,它會造成現象就是說 那個資源的使用率會爆表 會爆表,會超過它最次使用的程度 那這個東西呢,相信大家 那個最近那個報道者 可能昨天蘋果也會用報道者的那個報道 再講那個台灣的那個遠洋漁業 非常的惡劣 那他們在講說遠洋漁業在公海上面 過度捕撈的情況 公海上面過度捕撈 這個就是公地悲劇的一種 所以人家現在要解決 因為海洋漁業過度使用 過度使用是因為沒有財產 沒有財產的話 個人每個國家或是每艘漁船 依各自己的最大利益形式 就會造成過度使用 造成過度使用 所以現在他們就開始建議財產權益 像他查某些領域就說 這是太平洋某些島國 那些漁業資源都在太平洋某些海島附近 他們就建議這是太平洋某些島國的資源 所以他們就要收 收那個 那個 捕魚費 你要來的話,你就要收錢 那確保那個資源 能夠 能夠在最適的使用上面 能夠在最適的使用上面 所以公地悲劇 你在這個公海上面 那個漁業間的難度 你就看到這個欠項 那我們上禮拜還會講外負性這個問題 我們還會講外負性這個問題 那我們講說外負性 分兩種外負成本跟外負利益 外負成本跟外負利益 那我們說呢 外負成本跟外負利益 像外負成本跟外負利益 財產權界定不清 比如像說 我們說水是大家的 空氣是大家的 空氣是大家 或是水 我應該講說某些水域 湖泊是大家的 如果沒有界定清楚的話呢 它不是屬於誰的 大家覺得隨便亂丟東西 去理解這個現象 比如說如果今天這個 你家的花園 人家來丟垃圾 你卻揍他一頓 我家的花園 可是呢 如果人家亂丟垃圾 到公海 那個湖泊裡面 公共的湖泊裡面 你會揍他一頓 通常不會 因為那個 你覺得那裡不甘 你屁事 當然如果你很久 公共的湖泊 可能會揍他一頓 可是人家也覺得沒有道理 這個又不是你的 如果那個 加花園是你的話 他亂丟垃圾 你揍他一頓 他也覺得他是錯的 他也覺得他是錯的 所以像這種情況 財產權界定不清的時候呢 就會有所謂的外負成本 外負成本的項目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工廠 蓋在湖泊旁邊 湖泊不是大家的 所以他亂丟東西 也不會揍他 結果就是說 他就把他工廠 生產所製造出來的 一些他該處理的 他該運到別的地方 去丟掉的廢棄物 就直接排到湖泊裡面 直接排到湖泊裡面 所以我們說這個叫外負成本 這個叫外負成本 外負成本就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本來是你生產的時候 你應該要付的錢 你要付什麼錢 你要負責把你的廢棄物 拿去別的地方丟掉 可是你現在把他丟到公共的湖泊裡面 你就不用去處理他 你就不用去處理他 所以這個叫做外負成本 就不用處理他 你把成本轉嫁給 你把這個處理的成本 你就要轉嫁給大多數人 為什麼叫做轉嫁給大多數人 因為要把工廠排到湖泊裡面 湖泊裡面 大家就會很賭藍 大家就會很賭藍 所以你就是這樣 把你的該處理的成本 轉嫁到每個賭藍的人身上 轉嫁到別人 變成別人身上 那既然說這個 這個 外負性這個問題 比如像我剛剛講外負性 關鍵在於財產權界定不清 所以呢 我上禮拜提了很多的解決方法 那第三種解決方法就是說 既然關鍵是解決財產權界定不清 那我們就直接 怎麼樣 把財產權界定清楚 那這個就是costal 這個就是costal 他就說你要解決外負性 其中一個問題 因為關鍵來自於財產權界定不清 所以呢 我就什麼 我就把財產權界定清楚 那財產權界定清楚以後 自然大家的行為 就會導致這個資源的罪事使用 跟我們上禮拜講工地悲劇一樣 工地悲劇的關鍵是什麼 這塊土地沒有人 所以大家就亂用一通過度使用 工台沒有人 大家就過度補牢 那如果我今天界定好財產權說 這是我的用 你要來使用付我錢 結果就會達到罪事的使用 costal 我個人也是在講這個東西 也是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說呢 他就說呢 這個事情我把它寫下來 他就說 他前面有寫大段很長的廢話 那個其實我有點道理 不過這個東西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就不談了 因為這變得到交易成本的概念 那請收取一下 我可以拿到交易成本的 這個事情 我可以拿到交易成本 來我拿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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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東西到公共的湖泊裡面 那是因為公共的湖泊沒有人的 那他們後來就談得更細緻 他就說有些時候湖泊就真的是沒有人 你也很難說這是我家的或你家 所以他就把這個湖泊的所有權 把這個所有權把它再更細緻 這就是我沒有所有權 可是我建立一個新的權 這個叫做污染權 就是污染權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不可以污染這個湖泊 就是因為湖泊可能 如果你建立所有權的話 搞不好要在上面釣魚 要去上面划船的人 可能都沒有辦法讓所有遺毒藍 他就說好好好 那我不要有建立湖泊所有權 我就講得更簡單 我就講這個污染權就好了 我們上禮拜講財產權是什麼 他其實你擁有這個東西 一系列的權利對不對 你擁有土地 你土地你可以在上面幹嘛 蓋房子 然後什麼 可以運用 可是你可能不能買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這所有權在建立的時候 就是說你擁有這個土地 他就會給你一大堆權利 你可以在上面幹嘛 可以蓋房子 可以繼承 可以接代什麼 有的沒有的 那我現在呢 這個公共湖泊 我現在就說 這個公共湖泊呢 好 我說你擁有的 可是你之後擁有一個東西就是 不可以污染 或者說可以污染 可以污染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把這個權利 說到只有這個 這個就叫污染權 這個污染權 所以他就說呢 如果本來這個湖泊呢 我們要建立這個污染權這個東西 我們要建污染權這個東西 那大家就隨意使用嘛 我就丟東西進去啊幹嘛 隨便有的沒有的 我就 我就這個其實公共的嘛 沒有誰 沒有誰說不可以污染這個 大家都可以隨污染 大家就可以亂丟東西 然後現在就是說 好 舉例來說 我現在我就說這個湖泊呢 我建立一個叫污染權的東西 有污染權的東西才可以 有污染權的人才可以污染 有污染權的人才可以污染 然後他就說 有這個東西以後呢 整個這個關於外富性的問題呢 就可以得到國式的解決 什麼叫外富性的問題 就是因為外富性的關係呢 導致資源過度使用 我們上禮拜講外富成本 就是講說 如果我今天生產東西 亂丟東西 生產過程裡面 有要廢棄 有會產生廢棄 廢棄我可以隨意丟棄的話 那我就會導致過度生產的問題 那如果我今天說 你不可以隨意丟棄 你要追去到這個湖泊 你要先問過我 雖然這個湖泊不是我的 可是我有一個叫做污染權的東西 是你要問過我 我同意你才可以污染 這個湖泊類似有點就是說 你有這個湖泊的 某一個小小的權力 叫做可以污染 那你要先問過我 那如果我說OK了 那你才可以污染 那結果他就說 因為這個樣子呢 所以那個什麼工廠就會達到 他就會達到最適合生產數量 就會解決這個外富行的問題 所以我們上一代後來 還用那個什麼 那個工廠跟漁夫的那個例子 就是你們在作業裡面看到那個例子 我們現在再把它講一次 我們再把它講一次 所以 譬如像今天我們建定 譬如像我們今天講的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在某一個湖泊裡面 在一個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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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人兩組人 那大家呢 都是用這個湖泊 在在生存 魚人 夫人是捕魚 利用這個魚的越綿 工廠呢 是利用這個湖泊 排放廢棄物 排放廢棄物 所以呢 我們就假設說 這邊有兩兩組人馬 兩組人馬 工廠跟魚人 工廠呢 可以選擇不污染或是污染 那就是我說呢 他選擇呢 那個不污染 不污染的話就是買儲物設備 把買儲物設備 然後污染呢 就是他就不買儲物設備 把成本轉嫁給漁夫 就是亂丟東西 然後呢 這個 他可能很爽 然後漁夫呢 當然就倒霉 漁夫就倒霉 那我們說呢 這個污染以後呢 大家各自的報酬是這個樣子 如果不污染的話呢 工廠是100 污染的話 工廠是130 也就是說 儲物設備是30元 所以如果是他要買 他要那個 買儲物設備的話 他的收益 就會從130變成100 儲物設備是30元嘛 那漁夫呢 污染的話呢 漁獲量是100 污染後呢 漁獲量就會減到50 減到50 減到50 那 在這邊有一個東西 要跟大家講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我在講 寫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是假定 工廠在選擇 污染或污染的時候 造成了兩種金星 這個東西不是賽局的 Pale of Matrix 這個東西不是賽局的報酬舉證 不是賽局的報酬舉證 不要誤會 賽局的報酬舉證 是另外一個東西 因為很多初學者在這邊 就覺得看到這個 看起來好像賽局的報酬舉證 所以就覺得是報酬舉證 不對 不是 這個只是在講兩種金星 它兩群人不同的收益而已 好 所以這個例子 你看到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是工廠 那這個湖泊是大家的 我可以隨意亂丟東西 請問工廠會怎麼做 他一定選擇污染 污染100 污染我130 我就隨便污染了 對不對 那污染的結果是什麼 污染造成的社會的 社會的那個資源 總的total的 我們說總的total的 總的total的 社會的總的福利 如果污染的話 大家是得200 那污染後呢 污染後呢 大家會得多少 污染後呢 大家會得180 如果這個今天沒有污染群 沒有這個 這個福國是大家的 隨意大家可以使用 亂丟東西幹嘛的 那結果工廠一定是污染 魚籃有沒有辦法 禁止工廠污染 有沒有辦法去工廠 可以揍人家一頓 沒有辦法 因為權力 他這個福國是大家的嘛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人去湖冰 有人去西紫蘭那邊 亂丟東西 你可以去揍他一頓 他也會打你回來 搞不好告你傷害 對不對 搞不好告你傷害 什麼的 那你說我要阻止他 亂丟東西啊 他說 這個海洋是大家又不明 你幹嘛阻止我阻止 亂丟東西 就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結果就導致 污染 導致污染 導致污染 那怎麼樣 那這個結果 達到社會罪事呢 這個社會的optima在這裡 社會的optima在這裡 這個是社會的罪事 這個是社會的罪事 這個是社會的罪加緊 罪加緊在這裡 那怎麼樣 導致這個結果呢 COSE就說 假設我們今天創設一個權力 這個權力是說 這個湖呢 是漁人的 可是呢 我們這個權力呢 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說這個湖泊就是你漁夫的 所以呢 你還可以阻止人家進去 還可以在上面蓋遊樂園幹嘛 有的沒有 我說不要那麼複雜 就一個事情就好 你就有一個權力 這個權力就是說 類似那種齒入宿我開來蓋你們 這個齒入宿我有 我雖然不能在上面幹嘛 我也不能阻止人家進去 可是我可以阻止你 最一切是人家污染 你要羨慕過我 你要污染羨慕過我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這個事情 污染拳 污染拳呢 污染拳呢 這個判給漁人 污染拳呢 是屬於 屬於這個漁夫 屬於這個漁人 漁人 漁人的這個聚落 屬於漁人 你要污染拳 要問過漁人 那漁人他會怎麼來收錢 這個case就像我們上禮拜講的工地悲劇那個 如果今天這個土地是某個村民說 大家就竟然牧羊跟我收錢 一樣的概念 如果今天污染拳是漁人 漁人說你要來污染 可以先問過我 那你要問過漁人 漁人他現在這樣子 你污染我就從100變成50 他當然會說 沒這回事 你要給公污染 沒有這件事情 不給你污染 他一定會說這樣 那工廠就說 好吧 那我跟你買 我跟你買 你覺得漁人會開價多少 至少開價50 對不對 至少開價50 開價50 開價50 要不然我開價低於50 我跟你污染 我開價30 我跟你污染 我就100變50 那最後拿到污染 拿一個權利30 80 我還可以啊 所以漁人就不會那麼笨 說我只跟你開價50 開價最低一定是50 對不對 開價最低50 工廠就會說哪個華盛 我買儲物設備比較華盛 結果就是你就是 達到社會的罪事 結果你就會達到社會的罪事 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cost seal人在講的東西 那假設呢 我們今天改成另外一種情況 這個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儲物設備比較貴 污染造成的損傷比較少 污染造成的損傷比較少 污染造成的損傷就比較少 如果我今天把情況改成這樣子 就是 儲物設備比較貴 所以如果 如果 污染的話呢 我應該這樣寫 如果污染 如果污染的話呢 如果污染的話呢 它還是130 可是我說儲物設備比較貴 所以儲物設備是50元 所以你要買儲物設備 就會變成80 然後我說呢 這個污染對於漁人造成的損傷比較少 損傷比較少是什麼意思 假設它變成70 變成70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社會罪事是多少 社會罪加是200 是這個污染 社會罪加是200 所以他講的 Cost seal人他講的事情 不沒有一定界定說 最好的結果一定是不污染 他講的是說 這個情況 像工廠這個情況 儲物設備比較貴 污染的結果呢 那個對漁夫的損傷比較少 可能只是排排熱水到裡面去而已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不是說排有毒廢棄物 排排熱水到裡面去 那儲物設備是降溫設備 降溫設備 降溫設備是冷 降溫冷氣之類的東西 會要天天吹冷氣 可能就比較貴 比較貴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社會最佳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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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它污染好了 買污染儲物設備是50元 那 那 對你的損傷比較少 所以不污染是180 大家污染會是200 社會最佳是在這裡 那如果我今天也要說 污染權是屬於魚人 請問 他會怎麼做決策 他會出價說 你要污染先來問過我 出價最低最低是30元 對不對 出價最低最低是30 你 你 如果出價是40 那你給他污染 你 捕魚賺70 跟他拿污染權 你還賺 對不對 高過30 你就賺 所以如果污染權屬於魚人的話呢 他出價最低最低是30 出價最低是30 那請問工廠會不會跟他買 工廠就會跟他買 你買出身費50元 買污染權 只要30元 我就會跟你買污染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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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他出40元跟他買污染權 那他出40元跟他買污染權 他還是賺啊 對不對 污染130 污染權40元他是得90元 90元還是比80元 那漁夫呢 100元污染後我就變70元 跟你買污染權 你污染權 我賣給你 得40元 我就變110 我還是賺 結果是什麼 最後結果就是會污染 啊這個是什麼 社會最佳 這個是社會最佳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cost salary 在講的 也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呢 你看得到的就是說 我們在講工地悲劇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這個權利呢 判給某個工地 本來是工有地 大家都要來過度放牧 可是今天如果這個工有地 屬於某個村民的時候呢 社會最佳就會跑出來 社會最佳的結果就會出來 那這個cost salary 其實也是在談類似的故事 他其實也是在談類似的故事 外富性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財產權 所以我今天如果創設一些財產權的 新的 新的產權的概念出來 那我就會解決這個外富性的故事 所以這個財產權你們會看到說 現在在講那個 那個 那個 氣候變遷 那個 異定書這些東西 大家在注射全球轉化後 有一個叫做 碳排放權的東西 就是空氣很難界定說 你這個空氣是誰的 可是我有一個碳排放權 就是說 欸很難界定說 這個空氣是誰的 可是我們至少有個東西 叫做說 欸 你要污染這個空氣 譬如像高雄地區的空氣 假設說 今天有個碳排放權是屬於高雄人的 高雄這邊的空氣 那個有個碳排放權是屬於 高雄市的某個人 譬如像說市政府 那你今天中油台術要來污染 你先來污過市政 問他願不願意 如果像這個樣子 那就會解決這個外負性的問題 就會解決這個外負性的問題 就會解決那個 我空氣是大家的 我隨意來排放廢氣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像碳排放權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從Coast Theory出來的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是 就是上個禮拜 你看你們作業有做過考試有考過 應該就會比較 概念會比較清楚 再重講一次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作業是用抄的 所以你在講一次 在熟悉一下後面的故事 會比較清楚 這種東西期末考你一定會看到 期末考你應該會看到 好 那這個部分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說 這個本週作業 那個碗來的同學 趕快拍一下 這個是這個禮拜作業 然後這個禮拜作業 我們會放到武道上去跟大家講 不過記得下個禮拜三 我們要點一 然後下下個禮拜我們要期末考 期末考教室不會在這一間 期末考教室不會在這邊 再次強調 因為上次期中考就有人走錯教室 就有人走錯教室 因為平常都沒有來上課了 因為平常都沒有來上課了 那期中考之後就跑 跑到這間班全部都沒有人 然後還跑去戲辦求救 下個禮拜三 然後下個禮拜三我們要點名 要確認那個休克的情況 確認休克的情況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談一個 繼續談這種跟財產權有關係的 topic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公共財 公共財 我們剛剛前面說到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呢 如果他財產權 界定不清 或是說沒有財產權 變成公有地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這個資源的過度使用 沒有達到最佳化的 最適的使用的那個狀況 那可是呢 在這個社會上呢 有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商品或服務呢 他是屬於那種 沒有辦法界定財產權的情況 沒有辦法界定財產權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談這個東西 公共財 沒有辦法界定財產權的情況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變成是公共財 當然公共財不只是 屬於不只是沒有界定財產權這個特性 他還有其他的特性 還有其他特性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談這個公共財這種東西 公共財這種東西 他還有其他的特性 還有其他特性 那公共財的定義呢 我們現在談公共財定義 很多可能你們在高中的 不曉得在那個公民社會 有沒有談過這個東西 可是呢很多人 對公共財的定義理解是錯的 公共財 你看公共 在你可能顧名思義的理解 會覺得說啊 像我剛剛講那個公有地的悲劇 公有地公共草原 這種呢就叫做公共財 我要跟你說的是呢 公共財的定義呢 並不在於說這個財貨呢 這個商品的資源呢 是不是公眾說的 他關鍵不在這邊 不能看到公共就這樣子理解 他是根據兩個特性跑出來的 那因為這兩個特性 其中有一個是他沒有辦法 清楚接近財產權 那還有另外一個 特性都有可共享性 因為這兩個特性 才跑出公共財這個東西來 所以我這個 我把它寫下來 我把它寫下來 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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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服務 不見得是資源 不見得是資源 有些時候是服務 是否為公共財 是否為公共財 關鍵不在公眾所有 關鍵不在 是否為公共財 是否為公眾所有 公眾所有 公眾所有 他的關鍵是什麼呢 他的關鍵是 此財貨呢 這個商品或服務呢 此財貨有以下兩個特徵 此財貨呢 此財貨呢 這兩個特徵是什麼呢 這兩個特徵是什麼呢 後 一個是 一、 owe 一個是 共享性 一個是 不可排他性 不可排他性 可共享性 跟 不可排她性 不可排他性 我們等下會繼續 繼續進一步細講什麼叫做可共享性跟什麼是不可排他性 可是在那之前呢 我們先把這個商品這兩種特性呢 依據可共享性跟可排他性這兩個東西呢 列出一個坐標來 然後讓你知道說 那個不同的商品 他們之間 因為這幾種特性呢 可以界定出不同類的 可以界定出不同類的產品 不同類的商品 如果我們有一個坐標 畫出來叫做可排他 可排他跟不可排他 不可排他 我們根據不同商品的這兩種特徵 一個是可 一個軸是可排他性跟不可排他性 然後另外一個軸是 不可共享 跟可共享 可共享 可共享 我們根據這兩種特徵我們畫出兩個軸線來 一個是 根據商品裡面呢 它的特性 是不是可排他或不可排他 另外一個特性呢 是可共享跟不可共享 把這兩個軸線來 把這兩個軸化出來 把這兩個軸化出來 那根據商品的這個 兩個特徵的它的強弱 我們可以界定出四類的產品出來 可以界定出四類的產品出來 第一類呢 第一類呢 叫做可排他 也不可共享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商品呢 這個叫做私人的財貨 Private Good Private Good 這是什麼意思 Private Good 就是一般你所理解的商品或柴貨 像什麼 像零食 或是你現在正在吃的蛋餅 你現在正在吃的蛋餅 這種東西 它是可排他 什麼意思 如果別人要來 別人要來跟你要蛋餅 你可以說 我吃到嘴巴裡面去 你就不可以來吃了 不可能去把人家嘴巴的東西挖出來 這小朋友才會啦 小朋友那種兩三歲的看到爸爸把東西吃到嘴巴裡面 他會去把你的嘴巴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可排他 就是這個意思 你現在正在吃的蛋餅 你把別人要來跟你要 你說這是我的 你不可以跟我拿 我可以清楚排除你的使用 或是說你直接含到嘴巴裡面 他就不可能跟你要來吃了 所以這個叫做可排他 可排 你可以排除他來使用 那不可共享是什麼意思呢 東西吃了就吃了 不可以跟人家共享 不可以怎樣 怎麼叫不可以跟人家共享 你不會讓你吃一吃 然後再把他吐出來 所以你也來吃吃看 給人家吃 你就不是牛 不是牛 或是 某些男女朋友可能會幹這種事情 非常噁心 就吃一吃再吐出來給老公吃 所以他 不可共享 大多數人不會這樣幹 不會這樣幹 所以這個叫做 Private Good 這個叫做Private Good 私人的柴貨 私人柴貨 很清楚 大多數你看到 蛋餅 蝦味鮮 飲料 這種東西 你可以排除他的人來使用 而且也不可共享 你用了就用了 你用了就用了 那你也可以 排除他的人來使用 這個叫做 Private Good 那另外一種呢 我們說這個叫做 Common Good 他是不可排他 那通常呢 是不可共享 這樣通常是不可共享 可是呢 他可能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共享的特性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的共享性 我會講的更清楚 這個叫做 Common Good 什麼是 Common Good呢 舉例來說 比如說宿舍的桌子 宿舍的桌子 什麼意思 你回宿舍 宿舍不是都有一個 不要講宿舍好了 講那個 房間 你們自己的房間 通常大家心生來都碰到這個問題 四個人住在一起 然後大家就會講說 我們要不要買那個 茶機來用 茶機來用 那通常呢 某個熱心的人可能會買了茶機來用 茶機這個東西擺在桌上 擺在宿舍的房間裡面 他有什麼特性 第一 你可以放東西 你室友也可以放東西 對不對 那你放東西以後呢 那室友也可以放東西 所以他有一定的可共享性 可共享性 可是呢 這個如果東西放太多了 室友可以放的地方就消了 對不對 所以他的共能性其實沒有那麼好 沒有說什麼的 大家可以無限在上面堆東西 沒有這回事嘛 如果你室友在上面放一碗泡麵 好幾天了 那你就不會在旁邊放任何的東西 因為會髒掉一些 還會有蟑螂來打 對不對 你說還有猴子會進來搶 對 泡麵吃完丟在那邊 你就不會再放東西了 所以他可能 有一點點過往性 可能有時候可以一起放東西 可是不能夠無限的放 那 可不可以排他呢 排他就傷感情嘛 茶雞放在那邊 沒有說 這個是我的 大家有些雞歪人就會把那個茶雞 擺到自己的書桌底下 我不會讓人家來使用 那這個是可排他 那就可排他 可是有些時候呢 是放在 那個 床的中間 那個就不可排他 那個就不可排他 你不可以花一條線起來說 這個茶雞是我的 你要用 要放了 要我先問過我 沒有這回事 那這個就是不可排他 或是說我們上個室 講了公有地 上個禮拜講公有地 這個就是 這就是一種common good 如果在上面只有一群人 一群羊在放牧 OK 這個羊會 羊的肥肥壯壯壯 可是如果有五群羊呢 每個那個羊就會變得 瘦弱 然後就沒有辦法賺太多錢 所以呢 他可能有一群羊兩群羊 可能夢中上你可以共享 可是太多羊的話呢 大家的收益就都會減少 可不可以排他 因為是公有地 沒有建立財產權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使用 大家都可以來使用 所以他是不可排他 他是不可排他 所以這個叫做 common good 那第三種呢 有些產品的特性呢 它是什麼 可共享 然後呢 他也是可排他 這個東西呢 我們說這個叫做collective good 或是叫做聚樂戶財 集體財貨 集體財貨或是cover good 這個叫做聚樂戶財 聚樂戶財 聚樂戶財 譬如什麼東西呢 譬如像說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的 有線電視的那個節目播放 有線電視的節目播放 有線電視節目播放 有線電視系統台 今天他在放 放那個節目 他放給一家 放給兩家 放給三家 放給四家 放給無數家 他放給一百家 大家看的電視內容都一樣 對不對 大家看的電視內容都一樣 所以可以共享 同時共享這個節目的內容 對不對 我今天這個電視節目放 動物星球頻道 就全部的人都可以看 你多加一個 少一個 都沒有差 不像剛剛我講那個 宿舍的那個茶几 一個人用一個人放東西 兩個人放東西 一百人放東西 茶几就不夠用 你可能就放上 這個有線電視不會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他是可共享的 可不可以排他 當然可以 有些電視公司跟你收錢嘛 你沒收錢你不能偷接啊 你沒收錢你不能偷接 你也可以偷接 他會來給你減線而已 這個就是可共享 然後可排他 可共享也可排他 那有些材貨呢 他的可共享性有一點 他有一些可共享性 可是推到我們極限以後呢 他可能可共享性就沒有了 那可是呢 他也是可排他的 像什麼東西呢 這種東西也會被當成是 俱樂部財或是collective good 體體財或是俱樂部財 因為他最先剛開始的時候 俱樂部財就是在講類似這種東西 像什麼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 就可以看到他有 他有一些 可共享性嘛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高爾夫球場 兩個人 三個人 十個人 一百個人 來使用 大概都 沒有什麼差別啦 大家可以一起使用 高爾夫球場 那麼大 一百個人來使用 但這都沒有問題 可是一千個人 一萬人使用 十萬人來使用 就會有問題 所以 他有一些可共享性 你可以一百個人 五百個人來用OK 可是一千人 一萬人來使用 就會有問題 所以他有一定的可共享性 可是他不是完全的可共有性 不是像我剛剛講的有限電視 你可以一大堆的無限制使用 可是他有沒有可排拉性 當然可以 你要買高爾夫球鎮 你才可以進入高爾夫球場打球 對不對 才可以進入高爾夫球場打球 所以這種東西 我們就會跟他說 這個叫做 就是俱樂部財 高爾夫球 這個地方就是俱樂部 對不對 我們就會說 這種東西 就是俱樂部財 高爾夫球場 是這樣子 風景區 風景區也是類似這個樣子 像西子灣的風景區 也是這個樣子 一千個人 十萬個 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可能用都還OK 十萬人就很爽了 十萬人就很多了 什麼時候 你看到西子灣 幾十萬人進來 那個什麼 陸客有 陸客 可是陸客量 一天不會到那麼多 一天不會到那麼多 他一天曾經 我記得他一天大概 四五千到一萬吧 陸客人很多 當然也是很爽 可是還有比陸客更恐怖的 12月31號 你們下禮拜就可以去經歷一下 可是我不知道 這個 今年會不會上來 12月31號 看什麼 看那個 今年最後一個落日 今年最後一個落日 那個每年到 每年到這個 12月30號 戲子灣都會幾大堆人 大家可以去經歷一下 可是今年可能還好 因為今年陸客 沒有遊覽車很多 那個去年 去年的時候 就是那邊全部都是人 12月31號 一堆 陸客遊覽車 去年可能還有前年 一堆陸客遊覽車 一堆外地人 包括很多重戰學生 全部都跑去那邊看 那個什麼 最後一天的戲 這個就跟是那個 原站都跑去那個什麼 那個動物去看那個日出 一樣 很多人會去看那個 安正的時候 你就會體會到什麼叫做 居樂富財 什麼叫做居樂富財 不過呢 西子灣那個地方居台 不到算是居樂富財 因為他是不可排他 他不可排他 可是 風影區呢 如果他今天把他圍起來 說你進來就要收錢 那個就是居樂富財 所以我剛剛要講說 像西子灣應該是比較接近 英國領事館 上面那個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看西洋也很漂亮 英國領事館看西洋也很漂亮 他進去就要收錢 所以他就是可排他 他就是可排他進去要收錢的可排他 然後呢 他呢 可不可以共享 某種程度的可共享性 你幾十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大概OK 幾萬人大概 整個英國領事館就大爆滿 英國領事館就大爆滿 所以英國領事館12月31號下個禮拜 你們可以找人去看 那邊 那邊就會很擠 那邊就會很擠 那個時候你會體會到什麼 叫做可共有盡之後一部分而已 那個超過一萬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那個爽度會下降很多 爽度會下降很多 那最後一種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Public Good 這個叫做公共財 公共財 他是呢 可共享性 然後不可排他性 Public Good Public Good Public Good 哪些東西他是這個樣子呢 Public Good 比如像說 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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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基礎知識 這些東西都是 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Public Good Public Good 比如像說基礎知識 基礎知識是什麼 不可排他 你可不可以排他 非常困難 物理化學 這個你只要上網搜尋 有些關於知識 什麼叫公共財定義 像這種知識 基礎知識 經濟學 上網Google都Google得到 不可排他 現在都是沒有什麼 沒有鎖權限 沒有鎖的說 這個不能來 不能來讀 不能來看 大家都可以 接觸到這個基礎知識 1加1等2 將各種基礎知識 代數為積分 這個大家都可以接觸得到 不用花錢 不可排他 可不可以共享 當然可以共享 一個人學 兩個人學 三個人學 10個人學 20個人學 50個人學 100個人學 大家都可以學到一樣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學到一樣東西 這個是基礎知識 這個就是公共財 他有 共享性 跟不可排他 形式 那 還有一種 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 這個我們下個禮拜會 仔細來談這些東西 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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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說 財產權的規定 然後 中間不可以搶劫 然後 有人違約的時候 法律判決會去制裁你 像這種東西 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 違反交易 違反契約的時候 我怎麼來制裁 怎麼來處理 這種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也是公共財 我制度設定下去以後 說大家要依照這個規矩 照商行事 一手交減一手交貨 什麼東西可以買賣 什麼東西不可以買賣 出錯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警察 司法 體系 要怎麼去做這個東西 交易制度 他是不是 不可排他 沒有 沒有不可排他 如果你今天某個人 他 他 你跟別人交易 然後他犯錯了 不管他 有沒有交錢 那個警察都會來追 都會來找他麻煩 警察都會來找他麻煩 不會說 你沒有交錢給政府 所以呢 你不能夠使用這個服務 沒有這回事 那 可共享 當然是可共享 10個 100個 1000個 100個 使用這個交易制度 一樣 不會 不會說 你使用這個服務 這個服務 就沒有了 交易制度 不過這個都比較複雜 現在我講你可能不清不楚的 下個一代我們會談這個交易制度這個東西 然後呢 他有一個叫做 集體行動的成果 集體行動 這個非常重要 集體行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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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去爭取這個東西 對人家去 上 凱達格蘭道 凱達格蘭道上 抗議 去跟立法院抗議 爭取 投票權20歲 降到18歲 爭取成功了 你有沒有可能說 沒有來爭取的人 全部都 不能夠享有這個權利 不可以 因為他就是不可排他 沒有說你沒有付錢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付錢 你沒有來參與這個行動 所以 投票權從20歲 降到18歲的時候 因為你過去沒有參加行動 所以你沒有這個權利 可不可以做這個事情 沒有做 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那他可不可以共享 我投票權從20歲 降到18歲 20歲 降到18歲 那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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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會享有這個權利 那你也享有這個權利 他也享有這個權利 大家都可以享有這個權利 不會說 哇這個 大家都享有這個權利 所以 很像這個權利 就 沒有價值 很像沒有這回事 20歲降到18歲 你突然有這個權利 大家都可以 一起享有這個權利 大家都可以一起享有這個權利 這個就是 集體行動的成果 所謂集體行動的成果 跟基礎知識 這種東西是一樣 這個是一種公共財 一種公共財 先給大家一些例子 去體貴什麼叫做 可共享性 什麼叫做可排他性 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繼續進一部細講 什麼叫做可共享性 跟什麼叫做可排他性 他演一個人的意思是什麼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先休息一時分钟 休息一時分钟 有一個人的叫做可排 不是星庭的 總是星座本身 是五星座本身 для父母的螃蟹 有什麼maya 不是星座本身 有什麼形態 有什麼��면 不是星座本身 那些人 有什麼 小的 有什麼 有什麼 我會做 有這麼多的 詞曲 李宗盛 不見得一定是商品 服務也可以 這種商品或服務 只要有這兩種特徵 我們就叫它公共財 一個叫做可共享性 一個叫做不可開發性 那我們再來講 什麼叫做可共享性 可共享性的概念很簡單 你就想像說什麼叫不可共享性 不可共享性因為你東西消費 別人就不能消費 蛋餅吃到嘴巴裡面 不可能吐出來再給人家用 所以它就是不可共享性 可共享性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消費完 別人還可以再繼續使用 別人還可以繼續使用 那譬如像什麼呢 譬如像說基礎知識 基礎知識啊 集體行動的成果 就是一些制度改革 一些制度改革 大家想辦法弄半天 通過這個制度改革一體適用 那你用了別人還是可以使用 大家都可以享有這個成果 在可共享性的主要特性 就是某人消費 或者其他人人可消費 可是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特性是 消費所能給你的效益 依然不減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剛才會說 可共享性 其實它有程度的差別 程度的差別 像我剛剛說 這個有線電視 你看的節目 別人也可以看 100個人也看 1000個人也可以看 大家消費這個服務呢 所給予的這個服務所給予的效益 依然不減 那這些東西 比如像我剛剛講風景區 比如像說英國領事 進去要東門跳這個風景區 為什麼我說它只有 具有部分的可共享性 關鍵在這裡 某人消費後 其他人人可以消費 那當然 你去過了以後 別人還可以去 那這個沒有問題 你去的話 同時有兩三個人來去 也沒有問題 所以它有可共享性的一部分 某人消費 其他人口消費 可是呢 消費所能 給你的效益依然不減 這邊就很難說了對不對 一個人 十個人 一百個人 大家來消費 所能給你的效益依然不減 可是呢 如果是1000個人 一萬個人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就不減 擠到一萬人 一萬人加一 一萬人加二的時候呢 再多擠進來的人 這個你去這個地方呢 去這個風景名勝呢 去這個風景名勝享受 這個風景名勝所能夠 帶給你的效益呢 它就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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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我為什麼 剛剛前面說 這個 高爾夫球場和風景區 他們是有可共享性 可共享性 可是它只有部分的可共享性 就是因為來自於這個問題 所以這才有 我剛剛講說 common good 宿舍桌子 公有地 它可不可以 是某人消費完 或其他人可消費 某些情況上是這個樣子 宿舍桌子 你用擺東西 你同學也可以擺東西 可是呢 如果很多人來用的時候呢 消費所能給予的效益 就會減少 對不對 茶几的空間是有限的嘛 不可以放大堆桌子 公有地也是啊 所以我說它有一些可共有性 可是沒有太多 原則上可以說是 不可共享的啦 就是一群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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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譬如說它是一個光譜 那可共享性這個東西呢 我可以再用進一步的例子來講 你們會比較清楚 譬如像我們現在講國防 講國防 可共享性這個東西呢 它的idea就類似像這個樣子 譬如像我們現在來講國防 把國防縮線到一個社區 一個社區來說它的國防屋什麼 就是社區守衛 社區守衛 那社區守衛呢 比如像我們現在用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社區守衛 假設這個社區有ABC三個人 ABC三個人 ABC三個人 然後這個社區ABC三個人呢 如果我現在呢 本來是沒有守衛 現在多hire一個守衛 多hire一個守衛 這個守衛就類似國防服務 保衛我們這個社區 保衛我們這個社區 然後假設這個hire這個社區 社區的守衛呢 會帶給大家的效用 ABC相對來說是這個樣子 A是非常非常的有錢人 他的這個守衛呢 會帶給他的這個效益呢 邊際效益是1萬 然後B跟C呢 是普通人 如果他的這個守衛呢 一年呢 帶給他的效益大概是700跟500 700跟500 那這個可共享性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今天這樣說 hire一個所謂的成本 hire就是雇用一個所謂 雇用一個所謂 一個所謂 假設我說雇用一個所謂的成本呢 是要付這個1500元 要付1500元 所以這個A呢 這個有錢人呢 他就決定顧這個守衛 因為顧這個守衛 代阿的效益很大嘛 1萬 他就顧這個守衛 顧了這個守衛 顧了這個守衛 後呢 到上面去 他來往盤查人 盤查 盤查可疑人士 B跟C可不可以收到 收到那個 收到那個效益 可以阿 對不對 如果A雇用的話呢 B跟C都可以得益 阿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可共享性 這個就是可共享性 如果A雇用的話呢 A雇用的話呢 B C同受其力 同受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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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可共享性 這個就是可共享性 所以碰到像這種 社區守衛的時候呢 我們怎麼樣來計算說 應不應該雇用的守衛 對整個社區的效益最大 因為可共享性 所以當我們在計算這個 是否要雇用的 所謂的對社區所帶來的 效益的時候呢 我就應該要把這三個 全部都加起來 這三個的效益 因為你有錢人 A使用了這個社區 所謂的這個服務 你得到便利效用是一萬元 B跟C呢 同樣也同受其力 對不對 所以就這個 Case來說 整體社區的利益 雇用的所謂的整體的好處呢 整體的這個好處呢 你就應該要把它加總起來 整體利益就會是 一一二零零 你就要把它加起來 一萬再加上七百再加上五百 整體的利益是一一二零零 你就要把它加總起來 對不對 這個就叫做可共享性 這個就叫可共享性 使用了這個 你得到一萬 B得到七百 C得到五百 A消費過後呢 B跟C能可有消費 而且大家消費所能給予的效益依然不解 所以這個就叫做可共享性 那可共享性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可共享性 如果商品有可共享性的特性呢 通常造成的問題是說 通常造成的問題是說呢 如果你放任大家ABC 各自去做決策 有時候會造成社會的最似的 那個這個資源或這個服務的生產量呢 嚴重的變低 什麼意思 我們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說 一樣 顧用社區所謂的例子 只是說呢 我現在說呢 顧用社區所謂呢 帶來的消費 我把它趕成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顧用一個所謂呢 這個A呢 得到的消費是這樣子 A得到的消費是這樣子 我把它寫在這邊 因為這個 我不會繼續再用 如果呢 我顧用社區所謂的例子是這樣子 A呢 得到的消費不是一萬 而是一千 然後 B呢 得到的消費呢 是七百 然後呢 C呢 得到的消費是五百 這個一樣是 多 很多 顧用 一個所謂 很多 顧用一個所謂 對大家呢 帶來的邊際效益 邊都 大家帶來的 Marginal benefit Marginal benefit 如果我今天 改成這個樣子 我今天改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一樣說 他說 那個 那個 這個 開了一個所謂 一個所謂 開了一個所謂呢 你至少要配 你要付 你要付上這個 一千五百元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題目呢 把這個情況呢 本來這個社區 有一個富翁 這個富翁呢 他派一個所謂 對他來說 benefit很大 因為他有錢人嘛 有錢人 然後財產很多人 來偷東西 損失很大 所以我雇用所謂 邊際效益很大 一萬元 我今天如果把他改成一千元 他變成普通人了 ABC一千 七百跟五百 請問 我這個社區 雇用所謂 會不會是社會的罪事 應不應該 雇用這個所謂 應該嘛 為什麼 整個加總 整個加總起來的好處是多少 加總的利益呢 total的利益呢 total利益呢 我都沒多說 total的利益呢 如果我全部都加總起來 total的利益會是多少 會是兩千兩百 兩千兩百 這叫可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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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雇用這個所謂的服務呢 你使用過了以後呢 其他人也可以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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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total的總效益呢 total的總效益呢 total的總效益呢 是兩千兩百 兩千兩百 所以如果雇用跟雇用的所謂呢 你要付的錢呢 是一千五百 對這個社區來說 你應不應該雇用守衛 應該要雇用守衛 應該要雇用守衛 雇用守衛的話 兩千兩百 大家都受到好處 受到的好處是兩千兩百 雇用守衛只有一千五百而已啊 可是如果你放任 大家各自來決定 大家會不會雇用守衛 不會 對不對 A得到一千而已啊 我為什麼要付一千五百 雇用守衛 B得到七百 C得到五百 大家都不會去雇用守衛啦 因為雇用守衛帶來的效益 沒有比我個人來的大 可是整個社區來說 你應該要雇用才對 所以在這邊 你會看到什麼事情 你就會看到說 如果放到大家個別決定 ABC沒有人會雇用守衛 可是對我這整個社區來說 你應該要雇用守衛 這個就是可共享性所帶來的問題 因為可共享性呢 所以如果讓大家各自來決定 共財的使用呢 決定出來的產量呢 會偏低 就像我們這邊講這個例子裡面一樣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最後大家各自來決定的時候 就不會雇用守衛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因為剛剛好你碰到個有錢人 剛剛好你碰到個有錢人 所以這個有錢人就雇用守衛了 B跟C呢 就同受其力 就同受其力 那這個例子呢 其實我們可以再把它擴大 我們剛剛只是講社區所謂的例子 那在人類的歷史上面呢 這種例子非常的多 人類的例子上面這種例子非常多 譬如像說呢 古代的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社區裡面呢 這個村落裡面 剛好出了一個有錢人 你就會看到這個事情 有些村落是沒有有錢人 大家就不顧用守衛啊 有些村落有有錢人 有地方士生 地方士生呢 古代的時候呢 這些地方士生呢 像在台灣過去都會這個樣子 地方士生會花錢的招募守衛 這個守衛人叫做什麼 這個叫地方傳染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這個地方傳染這個東西 湘湘 湘湘 你們可能有看過嗎 你在那個什麼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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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裝劇 不是都會看到有一些雜兵 那個配角 然後串件上面寫個有字 那個就湘湘了 每次都出來 兩三下就被幹掉 兩三下就被幹掉 那種湘湘 地方傳染或湘湘 過去在那個什麼 台灣社會 或是古代社會 其實很多村落他們是 那時候政府 沒有 那個政府沒有像現在那個牆 有警察制度啊 什麼 有的沒有的 會有一堆那個 那個地區的守衛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呢 各村落所保護自己 地方團練或是相擁 地方團練或是相擁 那在台灣過去 那個十七 應該沒有到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呢 很多村落 就都會練那個地方團練 或是相擁 大家都聽過拳張蟹鬥 拳張蟹鬥 不同村落在打仗 不同村落在打仗 那通常都是有錢人啊 只要有地方 出了有錢人 大家就會 就會訓練大家 來組 就會出錢 來訓練這個團練 或是相擁 那在大家 那個 在PTT上面 很多鄉民很討厭的巴卡酒 那個巴卡酒 巴卡酒 巴卡酒 巴卡酒的前身呢 在台灣的理解上面 他其實比較 接近地方團練或相擁 就平常 你出去 你覺得他只是七爺八爺 跟著神 那邊四處打 現在都是在打飄的 現在都是出去 在打賺 在抓飄的 以前那個什麼 以前那些七爺八爺 他們都有地方團練或相擁的性質 就是說 別村落之間在打仗 互相在對幹的時候 巴卡酒就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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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去看那個什麼 那個 去屏東六堆 屏東六堆 那邊 是六堆還是哪裡 因為我是那邊的人 然後反正我在練宋江鎮 宋江鎮那個其實就是 那個在一兩百年前 就是宋江鎮 宋江鎮一兩百年前 那個就是地方團練 然後廟會出來 反正那些鎮法 也就是軍事訓練 其實就是軍事訓練這樣 村落要打仗的時候 大家就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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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一種公公財 就是剛好地區上有人 地方相生有人有錢 那就會招募這個東西 那當然有些時候 如果沒有碰到這個有錢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招募了 那可能就要透過其他的力量 叫大家一起捐錢來招募這個東西 叫大家一起來捐錢來招募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那個一個村落裡面 有地方團練或相擁的話 那你效益就是保護整個村落 有錢人招募了 地方事真招募了 那當然他是作為他的利益 可是其他的鄰居呢 一起都會得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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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到這邊呢 我要再講一種比較有趣的 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你在這個事情上面呢 我們講說社區守衛 這個他就很清楚有公共財的特性 那如果你碰到有錢人 剛好碰到有一個社區裡面 有有錢人或我講錢 地方事真的時候 他們會招募這個 相擁或地方團練來 那整個村落大家都會得到好處 那在歐美地區呢 這些有錢人呢 這些有錢人 他們有些時候呢 他們那個支援公共財 不只是做這種地方團練或是相擁 在歐美有些有錢人呢 他們會提供公共財 他們也會幫忙提供這些有公共財性質的財貨 譬如說他們會花錢養智庫 在西方呢 歐美國家很多有錢人是會花錢養智庫 這個跟你台灣想的完全不一樣 台灣這些有錢人 你有看到這些有錢人 會有一些說有錢到一定程度決定說 要做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嗎 通常說姑迷教育比較多 姑迷教育比較多 西方很多有錢人 他們會養智庫 養智庫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是國防 現在講這個是基礎知識 基礎知識喔 他們會花錢來提供基礎知識 來提供基礎知識 那這個基礎知識提供完後呢 就是大家全部收益 提供像哪些 花錢養智庫 像什麼 很有名的東西叫做SETI計畫 SETI計畫 大家知道什麼叫SETI計畫 剛剛我們看完在SETI計畫 現在已經大家都不留意這個事情了 SETI計畫 有部片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Contact 1996年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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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什麼 Contact叫什麼 那中文算什麼 接觸未來嗎 是接觸未來嗎 是接觸未來嗎 Contact 我買的 Contact Contact 這部片 他就是在講SETI計畫 SETI計畫 SETI計畫 全部叫做搜尋地外智慧生命的計畫 他就是 就是天天用個無線電去聽 有沒有外星人來跟你講話 有沒有外星人來跟你講話 這個SETI計畫 美國的SETI計畫呢 國外的SETI計畫 這個政府 這幾年贊助的錢比較少 他會繼續運作 很多都是靠有錢人在支持 比如像2015年的時候 就有個俄國人 俄國人有錢 一圈圈的一億美元 一圈圈一億美元 那台灣很難想像嗎 你會想像說今天 連家只能拿一億美元 來支持SETI計畫 難想像嗎 有風雨的 你會想像說 他還拿錢來支援這個東西嗎 不會啊 所以這個就是 人家那個有錢 是真的有點文化俗養的 文化俗養 以前在台灣有的人叫孤家 孤政府 孤政府他們也會花錢來 贊助這種文化活動 文化活動 比較接近基礎知識的東西 他們會花錢來贊助文化活動 就是來提供公共財富 在歐洲很多國家 那些有錢人 他們會來提供那個 會養智庫來提供知識 來提供知識 像SETI計畫 就是基礎知識 基礎知識 如果你今天找到外星人了 誰受益 全部的人類都受益啊 對不對 不只這個富豪受益 全部的人類都受益啊 找到外星人 這個受益是什麼 你的世界觀 全部都改變啊 整個人類世界觀 全部都會改變 如果運氣好 就變成STRACK那個樣子 對不對 有外星人來 然後他就提供你 那個 他就提供你那個 那個 超光速旅行的知識 整個人類我們就大腰體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全部的人都受益 全部的人都受益 那還有什麼呢 歐美很多國家他們 他們有些有錢人 他們會想辦法養智庫做什麼 提供集體行動 推動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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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智庫 養智庫 然後來推動集體行動 所以你看看 這些美國 這些國外的這些真的有錢人 他們那個視野 跟台灣的這些有錢人的視野 有不大一樣 所以我覺得 有些都覺得台灣這些有錢人 比較建議土豪 比較建議土豪烈身 不是真的那種有文化素養的有錢人 他們會去推動集體行動 什麼是推動集體行動 比如說有個非常有名的人 這個人叫做索羅斯 索羅斯 可能你們以前有聽過 索羅斯 在東亞這邊都罵他 是1997年金融風暴後面的王八蛋 搞出1997年金融風暴的人 到底1997年金融風暴是他搞出來 其實我也不清楚 可是他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帳 是1997年大去整過英國的中央銀行 整過英國的中央銀行 整過英國的中央銀行 就是跟人家反正做外匯操作 然後擊敗英國中央銀行 所以表示他資本也非常雄厚 可是呢 在東亞這邊很多人呢 不了解的事情 就是說索羅斯這個人 其實是非常具有理想性的人 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集體行動 推動1980年代的東歐民主化 他曾經推動過1980年代東歐民主化 這個很厲害喔 東歐開始那時候1980年代的時候 那個波蘭的團結公聯出來的時候 開始東歐以前是極權國 以前都是共產主義國家嘛 他就開始去支援東歐的民主化運動 推支援東歐的民主化運動 所以後來1990年代後呢 東歐就整個就垮台嘛 我可以共產國家就垮台進入民主化 但不完全是他的功勞 他在裡面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個外界的人不大清楚 索羅斯他養了一堆支庫 在推動東歐的民主化 那他當然現在呢 那個眼光移到中國的民主化 他也移到中國的民主化 他其實是後面都有在推動一些事情 所以他非常的低調 那1997年的時候呢 那些東南亞國家很多人不喜歡他 因為金融風暴的關係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也是 因為在1997年以前 有些東南亞國家不是民主國家 所以他可能在底下也做了一些事情 人家不喜歡他 做這個招政府就全部都怪他 所以這一種就全部都怪他 全部都怪他 索羅斯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一個有錢人也是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這個叫做Cocke Brother Cocke Brother Cocke兄弟 Cocke Brother 他們也有養一大堆智庫 像我們這邊比較有聽過的 叫做傳統基金會 台灣聽過 Heritage Found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卡圖機構 這個後面都有Cocke Brother的椅子 這個呢 很像去年還前年 反正蘇富比雜誌去排名 他現在又回到全世界最有錢的 有錢人 Cocke兄弟 Cocke兄弟 像說打敗巴菲特 可是那個排名反正有時候變來變去 那他們也是非常低調 他們也是非常低調 可是他一樣有一兩堆智庫 在推動及行動 他在推動什麼 推動自由化運動 推動那個什麼 推動那個自由市場 推動 跟那個小政府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上課 跟史密斯的理念 就是自由化 推動自由市場 推動自由市場 因為他是一直 這個人非常的有錢 那他養智庫在推動自由市場 所以很多 很多美國的左派人士 非常討厭他 他說這個是 這個是全世界最邪惡的人 他說是全世界最邪惡的人 像他支持的智庫 像Heritage Foundation 那個傳統基金會 傳統基金會大家覺得 他是保守價值 共和黨的大金主 他覺得這家人非常可惡 那左派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就反對自由市場 這個我們一開始上課都會講 他們就不喜歡自由市場 我覺得政府要介入 要提供 要在某些重要的商品 像教育 這個商品 你要限制去 你要去限制價格 你要提供社會福利 像這些東西 那他推動自由市場 支持小政府 就是政府應該要干預 干預市場少一點 干預市場少一點 那所以當然左派人 就很討厭他 那在台灣的人 台灣的人 很多台灣的媒體 是 我不知道該不會這樣講 假左派 假左派 就不是真的左派 就覺得在美國 左派都是這些媒體靈性 就覺得非常非尋 就覺得他們講什麼 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就覺得 Cooker Brothers 他們就是保守派 也覺得他是世界上最邪惡的 所以我要跟你說 在美國保守派 像推動自由市場 小政府 共和黨這個金主 這些人呢 推動自由市場 小政府 被歸類成優裕的人 不見得完全等於 我們台灣這邊所理解的保守派 我們台灣這邊所理解的保守派是什麼 我們台灣這邊所理解的保守派是什麼 是 那個 反對同性婚姻的那堆人 這是我們所理解的保守派 是那些人 對不對 是那種 覺得 同性婚姻就會帶來受交 什麼 有的沒有奇怪怪的事情 那些 就是我們台灣所理解的保守派 可是我跟你說 Cooker Brothers 因為他們是推動自由市場 跟小政府 他們基本上是非常支持同志婚姻 他們是非常支持同志婚姻 也支持說 墮胎的權利 為什麼 自由市場 就是自由化的那個概念 就像我上課跟你講的 那個同志婚姻這個東西 Prieto Improvement 他們要結論甘米屁事 你不用管他們 你要管他們就是政府接入 他們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他們甚至會支持說 像大麻合法化這種事情 大麻合法化這種事情 你在台灣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個是左派的人在推動 不會 他們會推 他們裡面的人 有在討論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自由化的理念 這個是自由化的理念 所以我在這邊 談這個東西 一講 就是說台灣這邊 有些時候呢 你對 美國的 保守派 右派 這些人的理解 其實是 不像我們這邊 如果你純粹聽什麼 文件小妹家這種 媒體節目的話 你就會造成誤讀 你就會造成誤讀 他們的那些 比如像說支持自由市場 小政府 在經濟上是右派的這個理念 對於推動自由市場 小政府反對福利國家的這個 他在社會議題上面 同志婚姻 反墮胎 墮胎的這個問題上 不見得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就是完全是在台灣這種 極端教會 極端教會團體的人 支持的那個樣子 他們是跟 他們對那個極端教會團體 所支持的那種 反對同性婚姻 然後 反對墮胎 他們的立場 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的立場 是完全不一樣 Anyway 所以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 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呢 我要跟你說的是在美國 這些有錢人 在西方國家這些很多有錢人 那個Sense 跟台灣這些土豪 是不大一樣的 他們是會 花錢 養智庫 提供公共財 推動什麼 像基礎知識 推動集體行動 像東歐民主化 推動自由市場 這些概念 那個眼界跟台灣人不一樣 台灣曾經過去是有 就是孤家 孤家他們會 那個 他們會推動文化活動 可是你現在很難去想像像 連家會推動基礎知識 跟這個文化活動 難以想像嘛 你覺得他怎麼可能 他不要搞小毛上新聞 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那個 你就覺得那個 那個 謝天謝地 對不對 不要搞這種東西 或者像那個永豐女的 有錢到一定程度 可是可能還會去虐待外 那個悲憂 這種事情 就其他不要搞這些 有的沒有的就好 你難想說他會去做這種東西 所以那個視野完全不一樣 好啊 所以這個叫做可共享性 可共享性 因為可共享性的問題 因為可共享性的問題 在公共財通常是 如果你放任 大家自己去做決定的話呢 都會有那個 那個 決定串的量 低於社會最佳 比如像說我講這種情形 如果今天這個社會上呢 沒有索羅斯 沒有索羅斯 或是我講說那個 推動SETI計畫這些人呢 我們現在就看不到 SETI計畫 我們現在看不到 SETI計畫 因為現在SETI計畫 都是有權的在講 都是像這種情形的 像這種情形 如果大家都是賺1700 500 那你就不會有人拿錢 來推動SETI計畫 SETI計畫 這個是可共享性 可共享性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 另外一種特性 這個特性呢叫做 不可排他性 這個叫做不可排他性 就是無法拒絕他人坐享其成 無法拒絕他人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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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是這個樣子 比如像說我剛剛講的這個社區所謂的例子 社區所謂的例子 你現在看到就這個社區來說 最有利的情況是什麼 對社會來說最好情況是應該是 顧一個所謂對不對 可是如果個別決定的話 都沒有人來會來顧所謂對不對 都沒有人來顧所謂 所以如果我今天這樣講 我今天這樣說說 好啦我們知道說這個社區呢 你應該要顧所謂 顧所謂對大家都會好 那怎麼顧 個別人都不會有顧嘛對不對 個別人都不會顧用所謂啊 所以今天A出來登高一顧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每個人都付500元 每個人都付500元 那付500元以後呢 到1500元我們再來顧所謂 我們再來顧所謂 如果A今天這樣講 如果真的顧到所謂 大家都可以改善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改善 可是問題是呢 所謂服務本質上有個特性 這個特性是什麼 如果A雇用了這個所謂 那B跟C呢 有沒有可能說 因為他不付錢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不能夠使用這個服務 有沒有可能這麼幹 不大可能對不對 雇用所謂是怎麼樣 A雇用所謂 假設這個社區是 大家ABC住在一起 出入了道路就只有一條 A雇用所謂 這個所謂一定是 站在出入口上面 然後盤查來往可疑人士 這個樣子 那有沒有可能說 A說 這個所謂是我顧的 所以你跟B跟C不能夠使用 如果人家一直偷人家的東西呢 所謂就跟 所謂說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他可能這樣幹嗎 那個小偷進來 可疑人士進來 你怎麼知道他一定 只去偷B跟C 你不知道啊 所以可疑人士這樣 你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這邊可以 這邊用 謝謝 這樣就好 謝謝 你有沒有可能說 有沒有可能說 這個 你B跟C不能使用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因為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我今天A增高F 跟人家說 好啦 我們知道說 雇用所謂 對大家都有力 每個人都出百元 每個人都出百元 那 B跟C會怎麼想 B跟C會想說 如果你不用了以後呢 我不付錢我也可以用啊 所以B跟C會怎麼想 B跟C一定會說 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雇用所謂 你家庭雇用就好了 你雇用就好 這個我們的效益太低 負擔對我們來說 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所以如果A跟B A說要雇用 B跟C呢 因為他會怎麼樣 他這個 A如果雇用所謂了以後呢 B跟C呢 A不能夠說 B跟C不能夠使用 你無法拒絕他的作想期程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通常會造成問題就是說 B跟C呢 可以抵制 對不對 你要跟我收錢 你是誰 你又不是政府 你又不是政府 你跟我說五百元 我不要付 我不要付 你可以說因為你沒有付 所以你就不能使用這個東西 那個什麼 不可以啊 結果最後A呢 摸摸鼻子就算了 對不對 他可以跟他說 大家一起收五百元 然後一起來 來雇用這個首位吧 B跟C可能會說 不要啊 反正就等你去顧 等你去顧 等你去顧 我們再做講期程就好 對不對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叫做 不可排他性 不可排他性 那像我剛剛講的 體型動的成果 這個東西呢 他是公共財種 他有可不容許 他也有不可排他性 什麼叫不可排他性 你這樣一堆人今天去爭取 投票權從20歲降到18歲 成功把20歲降到18歲 你可以跟人家說 因為你沒有參加這個運動 所以你不可以 享受這個權利 你可以這樣說嗎 不可以 制度改革一體適用 對不對 或者像今天去罷工 好 罷工了以後呢 罷工了以後呢 說 那個什麼 爭取最高薪資調查 你可以說 因為你們一家都沒有來 來參加罷工 所以就不可以 享受這個福利 不可以 沒有這回事 所以這個叫做 他沒有不可排他性 可是剛同學有來問我這個事情 罷工的東西 罷工有一種特性 叫做呢 譬如像說 大家之前有看到華航的罷工 華航罷工 他後來罷工 爭取的依照這些福利呢 他有一些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說 你不是公衛會員 你不可以享受這個福利 他們就是要把這個 不可排他性 把它弄掉 把這個不可排他性 把它弄掉 所以他就會有些限制說 我去罷工跟資方對他這個權利 爭取到權利以後呢 只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 參加罷工的人 才可以享有 其他人不可以享有 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 因為就是類似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 如果我今天說 A雇用的所謂 B跟C呢 可以做長期程 結果就是沒有人會出來 所以過去有些工會 他們在推動罷工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這個排外條款 說限制的條款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你沒有來參加 你不可以享受這個權益 重點就是 因為這個樣子 才會避免他人做長期程 才會大家一起出來 才會大家一起出來 如果我今天沒有這個東西了 如果我今天沒有這個東西 那結果就是說呢 會過於像B跟C一樣的情況 就A你自己去抗議就好 抗議成功 我們來一體適用 我們來一體適用 他就是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你們還不是很清楚 我再講一個例子 講一個例子 不可排他性呢 會造成那個白搭便車的問題 我們說這個叫做 freerider的問題 我們說這個叫freerider的問題 這個 這個叫白搭便車問題 白搭便車問題 就是說呢 因為你B跟C呢 叫我剛剛講那個社區走位的例子 B跟C呢 他可以不用付錢 他也可以享受這個服務 所以會有這個白搭便車問題 你因為白搭便車的問題呢 你就會造成看到說 有些時候呢 有些服務他沒有辦法被提供 或是說我們的術語叫做 如果大家各自決定的時候 公共財的那個提供的數量 在市場各自決定的情況下呢 他數量會偏低 會數量會偏低 比如說我現在用個例子來說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宿舍的公共家具 宿舍的公共家具 宿舍的公共家具 一樣是茶几的例子 因為我知道 大多數的人呢 現在你們都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們都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一堆 一堆人大家住宿舍 四張床 四張床 那 你們應該有看到這個問題 某個人說要買 買家具 買個茶几 然後就問三個 另外三個說 要不要大家一起出錢來買茶几 通常另外三個人會說不要 因為我等你買買 我就可以使用 對不對 這個情況就像是A 就像是A這個情況 我通常情況是說 我就不買 我就等你買 對不對 每年都碰到學生 碰到一連幾人 每年都碰到這種事情 那你去問問旁邊 如果你宿舍是機外人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你去想想你宿舍是不是這種人 你說要買 然後他已經在那邊等你買 等你買 大家一起來使用 大家一起來使用 那你說一起出錢來買嗎 然後他已經說說 這東西我又用不到 那我就不會出錢 那結果就是你買 他就一定會用給你看 我跟你講 他一定會用給你看 這個就是什麼 白搭便車問題 這個就是白搭便車問題 宿舍公共家具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用散局來分析就知道 最適解就是大家都不買 最適解就是大家都不買 體價說我們現在講 宿舍公共家具有兩個人 A跟B 那A跟B 那A跟B呢 如果這個茶雞呢 Value這個茶雞 Value這個茶雞呢 是100元 100元 然後這個茶雞呢 你要付錢 知道成本是多少呢 可是那個茶雞的cost cost的茶雞 買茶雞呢 是要150元 150元 所以這個情況跟我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一樣 A跟B Value這個茶雞都是100元 茶雞買了大家會有100元的效益 可是呢茶雞是值150元 所以A跟B 任何一個人都不會買 A跟B會任何一個人都不會買 那我現在跟你說 A跟B呢 他們原來都有 原都有 大家都是200元 大家都是200元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A跟B 假設說我們今天用個散局 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用個散局來討論這個事情 A呢 他的決策就是 他的選擇就是兩個 買或是不買 買或是不買 那B呢 他也是兩個選擇 買或是不買 買或是不買 B 那你可以看看 如果A跟B兩個人都買了 效益會是多少 A跟B兩個人都買了 本來你有200塊錢 150塊 所以大家出75 對不對 出75你就錢 確定變成125 可是茶雞對你來說值100元 所以你就是值 你就是得到的效益就是125 再加上100 就是變成125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兩個人都買的話 你兩個人的效益就是225 跟225 好啦 那如果A買了 B不買 那結果是什麼 B的錢是200元 他有茶價給 200加100 變300上去 對不對 300上去 那A如果買的話呢 他本來是200塊 扣到茶雞 成本150塊 他就剩下50塊 再加上茶雞100塊 的效益 他就是150 他就是150 所以 如果是只有一個人買兩個人都 另外一個人坐享其成的話呢 你就會看得到 買的人的效益變成150 做享其成的人呢 效益變成300 對不對 你A如果買回來 B一定會說 一開始他一定不出錢 如果你真的買回來的話 最後他一定會用給你看 他一定會用給你看 那你能不能排除他的使用 很難 很難 他一定是你茶雞放在中間 然後他一定可以偷偷買東西 他一定偷偷給你買東西 如果是大家都不買的話呢 大家就維持現金200塊 現金200塊 所以那個賽局長這個樣子 兩個人都買 大家都是225 225 是最好的 兩個人都不買就是200 200 如果有人買 有人不買呢 不買的那個人最熟 坐享其成 買的那個呢 所以效益會減低 效益會減低 所以那時軍人是哪裡 很快的做一次 找一下內許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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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許軍衡就是兩個人都不買 對不對 內許軍衡就是兩個人都不買 這個叫做內許軍衡 內許軍衡就是兩個人都不買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不可排他性 你沒有辦法拒絕他人坐享其成 這個情況呢 你得到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拒絕他人坐享其成的時候 然後呢 社會的那個什麼 各自大家決定的結果呢 大家各自的決定的結果 在這個例子宿舍通通家具 就是沒有人會買家具 那這個就是你們現在碰到的情況 對不對 如果你室友是GY的人 他結果就是什麼樣子 家具都沒有人買 家具沒有人買 那怎麼辦 如果四個人裡面有的是壯判 像有個人看起來都大賬 他就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買家具 大家來乖乖把錢繳出來 大家就乖乖把錢繳出來買了家具 大家服務都會提升 這個狀態是誰 這個狀態就是政府 這個狀態就是政府 所以如果 如果有個狀態出來叫大家都乖乖繳錢 大家也乖乖繳錢 最後去買了家具 那你就會罪事的 社會罪事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狀態是誰 這個狀態就是政府 這個狀態就是政府 所以這個 你就看得到 因為你沒有辦法 拒絕他人坐享騎乘 你會發生這種白搭便車的問題 白搭便車問題 A買了家具 B就會來當freerider B買了家具 A也會來當freerider 結果就是 大家都不想要提供 大家都不想要提供 車的家具是這個樣子 你們現在應該有沒有 在做團體報告 還沒有啦 還沒有課程在做團體 以後你們課程大概做團體報告的時候 你們就會碰到這種白搭便車的問題 一個團隊 4個人 5個人 6個人 人就會多 你就會看到某些人 我之前在講那個 編輯生產力締結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話 你就看到有第5個人 第6個人 第7個人 這邊假裝他還沒有站立 可是事實上就是沒有站立 他就等到他把東西做完 然後 欸我也畫名 作業就寫完 這種就是白搭便車 這種就是白搭便車 你沒有辦法需要他作獎其成 你沒有辦法需要他作獎其成 那因為這個樣子 如果這個團體 大家全部都擺爛 那結果就是東西會變得很爛 這個以後你們一定會碰到這種情形 那怎麼辦 團隊裡面要有政府出來 就是我們看起來狀態 跟大家說 大家一起來努力把事情做好 要有這種問題 好 所以 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我們來談說 政府這個狀態 該怎麼來解決這種白搭便車 跟這個 這個不可 這個不可 這個不可排他性 跟可供養性 所造成的公共財的問題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 好 剛剛下課的時候有同學來 來 來 問我這個 術生家具的這個例子 我剛剛 可能那個Payoff沒有講清楚 所以很多人 還 搞不大清楚 那我再 把它 談清楚一下 就是說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我術生有個公共家具 然後 A跟B 如果有個公共家具的話 各支 大家得到消費是100元 各支得到的消費是100元 然後 把這個家具成本是150 A跟B兩個人 原來各有200元 原來大家都各有200元 所以如果A跟B兩個人都決定購買 兩個人都決定購買 就是大家一起出錢 兩個人都買就是一起出錢 所以一起出錢的話 就是每個人分擔75塊錢 你本來有200塊 一起分擔的話 150塊一起分擔 就每個人分擔75塊 對不對 所以200塊 減75就變成125 那這個家具的效率呢 值100元 所以你的效率就會達到225 所以225是賬買的 A跟B 如果一起買的話 就是大家各自一起分擔 一起分擔的話 150塊 除以2就是大家付75元 所以200-75變125 再加上100塊 就變225 這個225是賬買的 所以這個150怎麼來的 這個150就是你本來是200塊 然後有 你看你家具 如果你是知道你一個人自己買的話 就是扣掉150 然後你再加上家具的價值 是對你來說價值值100 所以就是200-150再加上100 所以就會得到150 這個300就是說他不用出錢 他不用出錢 所以這個數字是賬買的 數字賬買的 那因為賬買以後 你就可以看得到 結果最次結果是什麼 如果A跟B 如果A買了 B一定要當Fly Rider 因為對他來說最有利 那如果A不買呢 你當然不要買 你買的話 對你來說 你就會被人家賺你的便宜 所以如果 不管A買或是不買 B的最佳決策一定都是不買 那對A來說也是一樣 B如果買的話 那我就占到便宜就好了 那如果B不買的話 我當然不能買 讓他來占便宜 結果就是大家都不會買 大家都不會買 所以因為有這種白搭便測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拒絕他人 來跟你共享其成 所以很多時候呢 公共財的供應呢 就會是 就會是 偏離最適合數量 大家都其他人都擺 那不想買 那這都怎麼辦 如果宿舍裡面 住的人裡面有個壯壯的 像那個王國柏同學那樣 這樣壯壯 跟人家說 你應該要出錢來買 應該要出錢來買 社會公益 對不對 大家出錢來買 那因為他壯壯 大家也不想違反他 所以 只好把錢拿出來 直接把錢拿出來 買了以後呢 總體效益就提升了 所以這樣的角度是什麼 這樣的角度就是政府 這樣的角度就是政府 好像政府 所以政府為什麼可以幹這個事情 下個禮拜我們會說 政府的本質其實跟黑道沒有兩樣 他們的專業都是暴力 他們的專業就是暴力組織 那他是暴力組織 所以他拿他的警察出來 或是他後面的軍隊出來跟你說 乖乖繳錢 我們要來做公共服務的時候 你就知道把錢拿出來 你就知道把錢拿出來 所以公共財有不可排他的特性呢 所以呢 通常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要有個政府在那邊 強制下每個人收費 收費完以後呢 再由政府來提供這個公共財的服務 再由政府來提供公共財的服務 所以那接下來就有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OK 如果我們知道公共財呢 要透過這種狀態 透過暴力在後面跟你說 大家交錢來我們來提供公共財的服務 這樣這種社區所謂 如果今天那個地方士生 通常是廣廟的 廣廟是黑道的 他就出來說 來來來來大家來交錢 我們來訓練中江振 或是幫他做地方團練保衛社區 就乖乖把錢交出來 如果我們公共財是這樣子來提供的時候呢 接下來你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好那OK沒問題 我同意 因為公共財如果沒有這個狀態出來的話呢 就不會有公共財提供 所以要有這個狀態出來 跟大家收錢來提供公共財 這樣大家的服務會上升 那可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所以如果是這個樣的話 我們怎麼樣來決定 最似的公共財提供的數量 最似的公共財提供的數量 那怎麼樣來想像最似的公共財提供的數量呢 比如像說我們剛剛這個例子裡面 你來看最似的提供公共財的數量是多少 如果A的效率是1000 B的效率是700 C的效率是500 總共加起來是2200 毋用所謂是1500 結果就是你應該要提供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例子呢 那當然也是要提供 這個例子是說 你更是決定A自己就會去找了 A自己就會去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怎麼樣來決定公共財提供的最似數量 因為它有可共享性的特性 所以我應該要把所有的ABC的人的效率 全部加總 對不對 然後看加總完 效率是不是大於它提供的成本 在決定是公共財 是不是要 應該要這樣提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因為可共享性的特性 當我在決定公共財的人 提供的最似數量 我應該把社會上所有人的效率 都把它加總起來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問題 變得稍微更複雜一點 不是像這個樣子 它只有HIGHER一個所謂的問題 它是HIGHER一個所謂 兩個所謂 三個所謂 四個所謂 好幾個所謂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來想這個事情呢 等一下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寫下來 我剛剛說這個是多HIGHER一個所謂呢 A是10000 B是7000 板B是700 C是500 那如果我今天再說 如果說HIGHER第二個所謂 我也把這個問題 繼續把它寫下來 HIGHER第二個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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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一樣把它的 MAGINAL BENEFIT 把它寫下來 還有第二個所謂的話 對A來說 效益下降了 效益下降了 不是10000 變成是7000 然後B變成是500 C變成300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HIGHER第三個所謂呢 一樣我把它寫下來 變成是5000 然後呢 變成是400 變成是200 如果我今天把問題變得複雜一點 不是只有一個 決定你是不是要雇用一個 是我要雇用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他的情況就會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每個效益都要把它加起來 對不對 每個效益都把它加起來啊 那你才會決定知道說 你到底要多雇用一個 多雇用兩個 還是雇用三個 就要把它效益加起來 因為可控檔性的特性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畫圖來說 那我們也可以畫圖來講 講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畫圖來講這個事情 比如像說 我們剛剛前面說 這個ABC都有各自的效益 對不對 然後A人雇用第一個效益是1萬塊錢 第二個是7000 第三個是5000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畫起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畫起來 比如像我把它畫成是這個樣子 我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假設呢 最底下這個是A 這是個有錢人 他雇用的這個效益呢 非常的大 比如像是這個樣子 我反正 比如像是這個樣子 比如像是這個樣子 那我說這個是他個人的邊際效益 Personal Benefit Personal Marginal Benefit 我們剛剛講的是邊際效益 Marginal Benefit 那是個人的 所以這個是A的邊際效益 A是這個有錢人的 然後人B呢 我也一樣把它寫下來 B可能就比較低 他第一個顧用是700 第二個是500 第三個是400 所以他可能比較低 他可能比較低 我就把它寫下來 我就把它畫起來 寫比較低 他比較低 我就把它畫起來 然後顧用第一個效益 第二個是這樣子 B 然後這是他的個人效益 Personal Benefit 這是D B的 然後一樣呢 那我也可以有C 把C把它弄起來 然後把它寫下來 P and P Personal Benefit 或C 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剛剛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你知道說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他是這樣寫 他是這樣的地檢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都有自己的 Personal Benefit Personal Marginal Benefit 你就可以把它畫成斜線 對不對 那我剛剛說 我們怎麼看這個 我是不是決定要 顧用幾個所謂 我是不是要把整個社區的 大家的 顧用一個所謂 顧用兩個所謂 顧用三個所謂 顧用四個所謂的時候 的 Marginal Benefit 全部都把它加總起來 所以如果把它畫成圖 的話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就要 我要決定說 你這個整個社會呢 最似的公平樣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是要把它 整個這樣加總起來 對不對 我要怎麼加總呢 A加B加C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要這樣 把它加上來 把它加上來 把它加上來以後呢 你就會看到了整個 社會的這個 最似的供應量 它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是A的話呢 它可能在這裡 A的話呢 它可能在這裡 這個是PMP Personal Benefit 這個是A的 然後呢 你繼續加上去 你繼續加上去 可能會有一個B的 你就加上去這個B的 然後你可能再加上去 這個C的 A加B加C 我們這邊只有三個人 所以你就會得到整個社區的 這個叫做Social S&B S&B 這個叫做Social S-O-C-I-A-L Social 社會的總的編輯 總的編輯效應 這個是Total 這是全部的Total 所以你如果你知道說 這個僱用所謂呢 僱用所謂呢 它一樣有個 增產這個所謂服務的 這個編輯成本的線 對不對 僱用第一個所謂 可能是1500元 第二個 僱用第二個的時候 你可能要再多加錢 才找到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你可能要多加錢 才找到第三個人 所以你可以把它畫一條線 畫出去 這個叫做什麼呢 編輯成本 僱用所謂服務的編輯成本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如果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富翁自己來決定的時候呢 如果只有這個富翁自己來決定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只靠富翁的產量 就會比較偏低 這個叫做Q只靠A 這個是如果只靠富翁自己來決定的時候 他自己會雇用 他就雇用到這裡而已 他就雇用到這裡 如果是只靠A自己來決定 只靠A來決定 他的雇用量就會在這裡而已 他的雇用量就會在這裡 如果說呢 我們要知道社會的罪事的雇用量 社會的罪事的雇用量 應該是把大家的加總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Q social 這個叫做社會的罪事的雇用量 應該會在這裡 應該要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可共享的特性 如果你只要讓這個富翁自己各自來決定的話 他就只會雇用到QA 可是呢 你應該要把大家的消耀加起來 社會的罪事量應該是Social 如果沒有這個富翁的話 這個PMP很丟 他就整個會跌下來 搞不好這D與MC在零開始的部分 他就是一個人都不會雇用 一個人都不會雇用 可是全部加總起來 你就覺得應該要雇用 應該是要雇用 所以呢 當如何決定公共財產的罪事數量 就像我們剛剛跟你講的 因為有可共養性的特性 你要把ABC個別的人的 Marginal Benefit都加起來 把它都一直加上去 才可以找出社會的罪事的雇用量 罪事的雇用量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你們的那個作業的第一題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你們可以回去做一做想一想 做一做想一想 那我們第二個來談的問題 顧用這個提供公共財 第一個決定怎麼樣來 怎麼樣來提供最適合數量 那第二個呢 要決定的是什麼呢 如何來收費的問題 如何來收費的問題 如何收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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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收費的問題是這個樣子 如何收費的問題是這樣子 今天呢 收費已經有個政府在決定 強制跟大家收錢 強制跟大家收錢 收錢 那可是現在就有問題 說強制收錢 你要怎麼收 一個收費值一千五百塊錢 每個人都付五百元嗎 還是說有人付的多 有人要付的少 怎麼樣來決定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好那如果我們今天呢 用這個 用右手邊的這個 多嗨一個所謂這個一千七百五百 這個例子來討論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討論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討論 怎麼樣來收錢 怎麼樣來收錢才比較好 我們今天假設呢 這個體制呢 我們來討論這個例子 假設說我們今天說呢 這個體制是民族體制 民族體制 民族體制 民族體制是怎麼樣 你今天要多雇用個所謂 今天要多雇用個所謂 今天要多雇用個所謂 要雇用所謂 大家就都要出錢 大家都要出錢 所以讓大家來投票決定 說我們提出個proposal 這個proposal 如果每個人都付五百元 每個人都付五百元 然後呢 那個 那個 付五百元 然後來雇用所謂 大家投票來決定 大家來投票決定 安全票通過呢 我才雇用所謂 那我們來看 怎麼樣提出的收錢方案呢 才會怎麼樣 案子才會通過 大家都得到最好的效益 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事情 那如果我今天這樣說 我用這個 右手邊 右上角這個例子 A呢 雇用這個所謂 他得到的效益是一千 B呢 雇用這個所謂得到的效益是七百 C得到這個所謂 雇用這個所謂的效益是五百 所以對整個社區來說 最適合雇用量是什麼 我們把它加總起來嘛 對不對 一千再加七百再加到五百 假設雇用第二個窮搭都是零 那所以我就是加總起來 一千七百加五百 雇用第二個搭都是零 所以你應該要雇用一個 對不對 全部加總起來 一千加七百加五百 雇用第一個所謂 只兩千兩百 乘百一千五百 所以 你應該要雇用 好 我們知道就應該要雇用 然後我們現在呢 說 假設我收錢的方案是這樣的題 我收錢的方案是這樣的題 我收錢的方案是這樣的題 說 你付五百塊 然後呢 我們再雇用這個收費 政府呢 可以強制一下美人收費 所以他當他提出這個Proposal的時候呢 你呢 之後最後通過了 你就應該要直接要付錢嗎 你如果通過的話呢 如果你通過的話呢 你不可以說你不付錢 你不可以說你不付錢 所以各自大家來投票決定 那我們要全票通過案子才可以過 那你覺得會出現什麼結果 A會不會投票支持 效益是一千 付錢是五百 他會不會投票支持 他會投票支持 B會不會投票支持 通過的案子的話呢 效益是七百 付五百 他會不會支持 會 C會不會投票支持 通過的話呢 效益得五百 付錢付五百是零 那我們假設零沒有差 所以他會支持 假設他沒有差 會支持 所以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我如何收費 我們說依民主程序決定 這個我再寫一下 我把它強調一下 我們現在是依民主程序來決定 這個 以民主程序 然後投票決定這個事情 投票 投票決定這個事情 投票決定這個事情 投票決定說如何收費 然後要如何聘雇 如果我現在這樣子 投風手換 還有一個守衛 配一千五百塊錢 平均每人付五百元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 A B C 都會支持 投支持的票 然後案子就會通過 案子就會通過 雇用守衛 就會雇用守衛 好可是如果我今天說呢 為什麼我說這個如何收費 會是個問題 因為如果我今天把條件改了 那它可能就會是個問題 就像我今天把條件改成什麼呢 我今天把條件改成說 第二個 如果 派了一個守衛呢 派了一個守衛呢 你要付的錢呢 是一千八百元 那每人呢 平均呢 都要付六百元 如果我今天案子這樣說 政府說 好 我們要來雇用守衛 雇用守衛一千八百元 大家都要付六百元 然後我們來投票決定 全票通過才會決定 要不要雇用這個東西 要不要雇用這個守衛 那你覺得 案子會不會通過 你覺得案子會不會通過 不會通過 為什麼 A不會投票支持來反對 效率得一千-六百元 所以他正四百元 他覺得這個案子對他有利 他會通過 他會通過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A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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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會不會支持 B也會支持 A跟B會支持 那C呢 C會反對 C會反對 所以結果呢 你就會看得到 不hire no 結果就會是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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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放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這個社區該不該雇用守衛 全部人的總效率是 兩千兩百啊 顧用守衛付一千八百啊 你要不要顧用 應該要顧用啊 對不對 應該要顧用 最事公共量是一啊 最事公共量是一啊 可是如果你現在說 如何收費收美的平均分擔 結果就是說 民主程序投票 A跟B會支持 C會反對 如果你不是民主程序 有個政府強制叫人家說 這個聲響體重 我覺得 顧用守衛對大家社區是有利的 因為這個守衛呢 加起來 我們最事公共量應該是一 那既然是平均對大家都有利 所以我政府出來跟大家說 每個人都受料來源 然後呢 我來做這個事情 那C會不會不滿 C會不滿 對不對 他做這個事情對他來說 是要賠一百塊的 C會不滿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家具 宿舍一天買家具 一樣碰到這個情況 增強體重 雖然說我們來買家具 家具有時候會碰到這種情況 有人得到消費高 有人得到消費低 結果你說大家都平均付一樣的錢的時候呢 那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什麼問題 就會得到這個問題 啊 效益用的人少的人 他也要付一樣的錢啊 結果是什麼 他就會不爽 他就會不爽 他就會不爽啊 所以就會有這個經驗 可是社會的最適量是什麼 社會的最適量是什麼 社會的最適量又是應該要買啊 那怎麼辦 問題就在這邊 這個大家可以回去應用 你在宿舍買家具的時候 你怎麼來運用這個 你怎麼來討論這個問題 跟你的同學 跟你的室友來想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們都知道 應該要買個茶機才會比較好 可是呢 茶機可能不是平均搭實 可能有人用得多 有人用得少 那怎麼辦 平均付錢 那個用得少 就會不滿 室友感情就會浮目 對不對 室友感情就不好 所以怎麼辦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用得多的人應該付得多 對不對 用得多的人應該要付得多啊 那最可能有個辦法 就是說大家各自把他效益寫下來 用得多的人 那他就付得多 好啊 我跟你講各自效益寫下來 每個人都說沒效益 每個人都說沒效益 那都不想付錢 各自把效益寫下來 就會說大家都會說 我都沒效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在現實社會中 解決辦法就是說 好吧 我就推測說你錢 財產多的人呢 你應該效益會多 所以我就是科比利稅 我就是科比利稅 所以呢 你就看到這個事情 你就看到這個事情 如果反對 就沒有誤用啊 可是呢 你知道 這個Higher God 對大家來說是會有利的 Higher God 整個Total的福利呢 Total的福利是上升的 Total的福利會上升 那怎麼辦 那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辦法就是 Benefit 多的人呢 應該要付得多 多的人呢 要多付 要多的人要多付 可是這個情況是這樣子呢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誰Benefit的多 你不知道誰Benefit的多 誰Benefit的多 你不知道誰Benefit的多 你叫大家客製來講 那個用最多的一定會說 我以後也不會用到 你去看看 家具每次宿舍慢慢查 你們那個用的最多 他都會跟你說 一開始都會跟你說 這個我用不到 所以我就不想多付錢 一定會抱這種事情嘛 對不對 怎麼辦 好啦 最後一個辦法 你們可以這樣講 家裡錢比較多的 家要多付一點錢 因為suppose 你會用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就是比例稅制 這個就是Proportional Tax 我們猜測 這個所得多的人呢 所得多 多的人呢 Benefit的多 Benefit的多 假設這個事情 Benefit的多 假設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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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會有所謂的 比例稅制 這個叫做Proportional Tax 依所得的Proportional Tax 這個呢 就是你們的作業第二題 你們的作業第二題 所以你們可以去想想看那個例子 想想看這個例子 碰到這個問題要說怎麼辦 可能你就用比例稅制來處理這個 比例稅制後面的假設就是這樣子 所得多的人的Benefit很多 宿舍茶几可能比較難以用這個假設來想像 可是像社區所謂國防地方團練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例子來想 你就可以比到這個例子來想 有錢人 他雇用的所謂 他的Benefit會比較多 他的Benefit會比較多 好啊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部分 有問題的話呢 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呢 你可以回去做作業 做作業你就會清楚 可能能擦掉 可能能擦掉 因為黑板不太能夠用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擦掉 大家可能把這個拍一拍 怎麼樣 沒有問題啦 知道剛剛在講的東西 可以啦 那我就把這個擦掉 因為黑板不太能夠用 這個 我繼續留著 可以拿齁 沒有問題 那我先用這一段 我先用另外一半 我先用另外一半 可以嗎 這邊 剛剛這邊擦掉的 還是他有沒擦完 那如果 還沒擦完的話 可能就 就等一下 跟同學借來擦不了 好不好 這邊我先暫時留著 這邊我先暫時留著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公共才有這個 不可排他的特性 大多數的人 大多數人 因為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當freer rider 對 那個社區所謂雇傭了以後 你不付錢你也可以用 其他行動結果出來 你不付錢 你可以用 知識呢 有人生產出來 有人發明出來 基礎知識呢 你一樣可以使用 不付錢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在那邊當freer rider 因為你可以當freer rider 但很多人大家就會選擇擺爛 選擺擺爛 所以我說這時候要怎麼辦 有個政府出來 伸強體狀的人呢 要求大家一起付錢來處理 所以政府呢 政府呢 是解決公共才的 是解決公共才的方法 公共才提供 公共才提供 如果讓市場 讓大家自由去決定的時候呢 它的使用量 它的供應量呢 最適合生產數量會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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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解決 只有透過政府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的角色之一 提供公共才 那哪些是公共才 那哪些是公共才 國防 治安 交易制度 司法體系 這些東西都是公共才 這些東西都是公共才 那像什麼 基礎建設 然後 基礎建設 它有些時候呢 不見得是有完全的可排他性 像火車這個你要收錢才可以賣 基礎知識 基礎知識 這個是公共才 政府愛之共 可是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呢 雖然我們知道公共才要依靠政府來提供 可是呢 我們過去的教育裡面 大家可能現在都還是這個樣子 以前我小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國小 國中高中的教育裡面 都會談一個東西 政府是大有為的政府 很多事情要依靠政府來解決 很多事情要依靠政府來解決 這個因為我們過去是威權體制 很多時候都覺得說 包括經濟發展這個東西 也要依靠政府來解決 政府是大有為的政府 為全民著想 我跟你說 公共才的部分呢 你確實要依靠政府來解決 可是如果依靠政府來解決 有些時候還是會出現一些問題 我要講的是 政府絕對不是你所想的那個樣子 就是所謂大有為的政府 站在大多數人 可以為大家來決定 來找想 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呢 是什麼 公共才決定它有罪事的供應數量 對不對 那我們期待政府在決定公共才公共的時候 應該要以這個罪事數量來決定 可是我要跟你說 實務上在操作的時候呢 因為政府有它自己的利益 雖然有個陰藍面 應該要有的罪事的供應數量 很多時候呢 不見得會跑出這個罪事供應數量 在實務上 它不見得會決定這個罪事的數量 因為政府本身有它的利益 下個禮拜我們會更進一步來談政府 我們這邊來談的政府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這個叫做政府司令 governmental failing 這個也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Cock Brothers 他們為什麼會推動這個小政府的這個理念 那覺得很多時候呢 雖然你知道政府有不可取代的地方 像那個國防 像那個 像那個 國防治安 提供司法體系 像這種東西有不可 可是它有些時候會有問題 所以說他們才會要推動說 這種小政府的這個理念 政府呢 你做的事情越少越好 因為有些時候會存在這個政府司令的問題 雖然我們知道公共財要政府來提供 那提供的時候要依照我們剛剛講的 把社會人大家的邊際效果都加動起來 提供最適合效果 提供這個最適合數量 可是有些時候 實務上政府不見得會造這個東西來提供 因為我在強調是政府也是個人 人來組成 所以他們也有自己的利益 他們也有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能夠期待政府決策 社會自動以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或是以社會的福祉為依規 我們來講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呢 叫做這個豬肉統政治 豬肉統政治 這個是民主政治底下會有的問題 Punk Barrier 這個 Regulation 這個叫做豬肉統政治 什麼叫豬肉統政治呢 舉例來說我們這樣來講 假設今天有這個什麼 假設今天有20個縣 20個county 有20個縣 然後每個縣呢 每個county呢 都選出一個利益出來 選出一個利益出來 那目前的現況是這樣子 目前的現況是這樣子 我說目前呢 政府的財政支出 財政支出 是 頭頭支出是200元 然後呢 這個財政支出是這個樣子 每個縣呢 每個county呢 出10元 出10元 那現在這個財政支出呢 這個每個縣出10元 那每個縣出10元呢 那他的政府這個支出呢 這個就平均分配到每個縣 平均分配到每個縣 平均分配到每個縣 所以每個縣呢 得benefit呢 得benefit呢 10元 得benefit 10元 假設現在有20個縣 每個縣都選利益利益出來 那全體的財政支出是200元 每個縣都出10元 那得benefit呢 也是10元 也是10元 好 那什麼是豬肉統政治 就是假設我現在這樣說 我用藍比來寫 假設我這樣說 如果今天呢 中央政府 這個是中央 讓這個選利委到中央去決定 如果今天呢 那個中央政府提出一個建設方案 有一個建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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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方案是這個樣子 中央呢 出10元 中央出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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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10元呢 是在某個地方呢 蓋一個這個建設 譬如像說蓋捷運 譬如像蓋捷運 譬如像蓋捷運 中央出10元 然後在地方呢 在地方 地方建設 建設 只建設呢 地方只會得 只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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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fit benefit 五元 只會得 benefit 五元 我現在說這個事情 假設現在是這樣子 全體的財政支出是200元 200元是怎麼來的 各地方出10元 然後在各地方也蓋 維持這個建設 所以大家也都得10元 那我現在中央呢 推出一個方案 刺激地方經濟方案 或是 那個什麼 促進在地方蓋捷運的方案 那這個方案是什麼 我中央出10元 然後我跟你說很遺憾的是 我出10元 在你這個地方蓋這個建設 然後我跟你說很遺憾的是 這個建設你地方只會得五塊錢 那中央出10元 好 那我問你這個立委 你覺得你要不要爭取這個建設 你要不要爭取這個建設 你地方只在五元而已 他中央說出10元 請問你要不要推動 你要不要爭取這個建設 我跟你說 理性的立委是 你一定要爭取這個建設 你一定要爭取這個建設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爭取這個建設 來 這個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中央出10元 在地方建設 這個建設的地方只會得benefit五元 對不對 你要爭取 為什麼你要爭取 沒錯 講到因為你不用付錢 因為你不用付錢 或是說呢 你可以 你需要付錢 整個付錢的分擔到你身上 只會有一點點 中央出10元 那10元 最後還是會回到各縣市出嘛 對不對 我們有多少個縣市 有20個縣市 總共有20個縣市 所以這個10元分擔到各縣市 中央出10元 所以中央產生支出變成210 210再回去處理20 你只會出0.5而已 你只會出0.5 可是你的benefit得五元 所以你要不要爭取 會 你應該要爭取 你應該要爭取 可是你看到就知道 你爭取這個東西 有沒有效益 沒有效益 整個建設經驗是值10元 效益只有帶五元 所以其實你不應該爭取 對不對 你其實整體的角度來說 你不應該爭取 可是你一定會爭取 因為你只要負0.5元 你只要負0.6元 這個就叫做豬肉統政治 這個就叫做豬肉統政治 我們仔細來討論一下 這個情況是這個樣子 譬如像說呢 你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爭取 一個是不爭取 我跟你講 先從不爭取 如果不爭取的話 會不會爭取 如果不爭取的話 其他人一定會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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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的 因為你不用付錢 其他人一定會爭取 那如果你自己 说这个东西呢 依照公共利益 建设值10元 benefit值得5元 结果是这个建设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就其他19人都争取 其他19人都争取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我只要付0.5元 其他19人争取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县 你的县 这个是你的counting 你的自己的counting 自己的counting 你自己的县 这个total的benefit是多少 还是维持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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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多少 10元 所以你还是维持原来的10元 维持原样 还是维持原样 维持原样 可是呢 你现在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其他人19人都争取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付出的钱是多少 付出的财政支出 会变成是多少 现在付出的财政支出是 本来的总财政支出是 本来的总财政支出是200元 对不对 200元再加上另外19人 大家都去争取 阿周是乘以10 对不对 然后除以20的总财政支出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现在的最后的总财政支出会变成19.5 你会变成19.5 所以如果你不争取 其他人都争取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们的这个线呢 财政支出变成是-9.5 你的总的利益会得到变成-9.5 所以这样全部得到的呢 就会变成是-9.5 好了 阿所以呢 你应该知道争取 阿如果你争取的话呢 我跟你说其他人也会争取嘛 对不对 你争取 然后呢 and 其他人呢 其他人 其他人 另外19个人呢 也会争取 也会争取 阿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你自己的现 哇 现在都流水了 你自己的county 现在的total benefit是多少 你的benefit呢 就会变成是原来的10 加上新的5 变成是15 变成是15 那你付出的支出会是多少呢 你付出的支出会是 原来的200元 再加上现在有20个人 来争取乘以10 再除以20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20 对会等于20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会得到多少 你最终的结果会得到 付5 付5 所以请问你要不要争取 你不争取 你就会帮其他人付钱 那你就会变成是付9.5 那如果你争取的话呢 至少你也捞点好数回来 你就会变成是付5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的话 你就不要争取 要争取 因为其他人会帮你付钱 对不对 其他人会帮你付钱 你得到benefit 虽然只有5 可是你真正付出的负担呢 只有0.5 只有0.5 所以这个呢 就是猪肉统政治 猪肉统政治 你看现在台湾 各地都要争取盖捷运 为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有关 有些地区他可能不应该盖 可是大家也都争取 也都要争取 可能财政和志愁是达不到的 可是 爸娘 没关系 因为中央来支持 这个是中央支持 所以事实上我最后付的钱 不会太多 所以我当然要支持 各地盖捷运 各地盖 各地盖 无法中心 各地盖 有的没有的建设 很多都是跟这个一样 那有的东西可能真的有实效 有实际上的效益 那有些东西呢 可能没有实际上的效益 那有些时候 那个中央知道你 某些案子要盖 一定是没有自偿性 没有自偿性 就是说 建设金免80 效益得武 他是要一样阻止 可是地方诸侯来跟你要 那你要不要给 地方诸侯为什么可以 因为他不用付钱 那你要不要给 裡面就會有政治角力 那現在的情況是說 如果地方諸侯權力很大 最後就是都會給 結果是什麼 結果你就會看到 最後就是國家財政惡化 國家財政惡化 蓋了一大堆沒有效益的東西 這個就是豬肉桶政治 這個就是豬肉桶政治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豬肉桶政治 因為我剛剛講這個豬肉桶政治 就是說因為各地方都會來爭取 所以最後財政就會惡化變成富五 所以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公共財的公用量 像我剛剛講那個地方建設是公共財 然後有講到公共財 公共財的公用數量就會過多 這個就是你現在在台灣看到的現象 公共財的公共數量過多 各地都有些奇怪怪的蚊子館 蚊子館沒有用到的捷運 像這些東西 不過捷運還是有漲 台北的使用率確實高 那高雄 我們高雄當然要支持 高雄當然要支持 中央付錢 現在台中也要蓋 台南也說要蓋 桃園也說要蓋 後面就是這個現象 後面就是這個現象 那桃園要蓋 台中要蓋 台南要蓋 可能也有點大的道理 也有點大的道理 可是搞不好以後 雲林也要蓋 嘉義也要蓋 那你說雲林的嘉義 應該不應該 他們也說應該要蓋 建設金會花10元 算貸了比的只有五 可是我們不能當指的公民 蓋這個東西 你看台中也有 高雄也有 台北也有 我們要蓋 高鐵延伸到屏東 捷運延伸到入主 都是跟這個有關係 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我們講第二個現象 這個叫做尋租 learn the seeking 這個叫做尋租 learn the seeking learn the seeking 也是常見的一種 說government value 這個叫政府失靈的現象 政府失靈的現象 我們剛剛講這個豬肉桶 甚至會導致的結果就是 那個什麼 公共財的供應數量會偏多 會偏多 不會依照社會罪事的數量來提供 雖然我們知道公共財 只能依靠政府來提供 而且政府在提供的時候 應該要依照這個社會 每個人的benefit的加總 然後得到social benefit來提供 可是因為豬肉桶 政治的關係 最後提供的數量會過多 那 learn the seeking 講的是另外一個現象 講的是利益團體的運作 講的是利益團體運作 比如像我們講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這個例子叫做美麗灣 美麗灣 美麗灣 美麗灣的事 美麗灣現在這個事情 已經被擋下來了 可是美麗灣的這個事情 我還跟大家講一下 他擋下來 也不知道是真的能夠長久擋下去 美麗灣這個事情 大家有聽過嗎 有沒有人有聽過這個東西 社會企業 maybe 有聽過這個事情 美麗灣 美麗灣是這樣 就是說之前呢 有些人要去台東的那個海灘 那個如果你有去過台東的話 那個大學 有機會一定要去騎車環島一下 等一下去騎車環島一下 然後環島 你跑到那個台東 那個南回公路出來以後呢 進入過那個太馬里 過太馬里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往 往那個 跨東縱谷走 進入台東市區 另外一條路是沿著海邊走 海邊會到 類似什麼 山圓的海邊 三仙台 成功 成功那邊 有個東河肉包 可能大家有聽過 東河包 都會去那邊吃 美麗灣呢 就是在那個 那個出去的那一塊的那個海灘 那塊海灘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有去過的人都會覺得很難忘 這個也有要趣 那邊就可以看那個都蘭山 就是你看到有人揹那個都蘭國小的 那個揹包包的地方 都蘭山 美麗灣就是說呢 之前有財團 他們要把那個海灘圍起來 蓋他們自己的那個 蓋他們自己的那個旅館 海濱大旅館 海濱大旅館 那這個旅館蓋了以後 會有什麼現象呢 就是蓋了以後呢 那個旅館也不是當地人 然後外地的財團來蓋 那他就是有點想說 那個海灘很漂亮 我們把它圍起來 那我們蓋旅館 以後要看這個海灘 可以來來來 來收錢 來來來來 然後呢 然後我圍錢 要收錢 付錢 然後你才可以看 那其他人呢 你就不能夠看 你就不能夠看這個海灘 然後呢 因為那是外地的財團 他們在包圍的時候 可能也搶了在地人的地 所以在地人也是 很多人非常不滿 那 那他也會懷疑說 這個 這個 財團蓋了這個旅館以後呢 會不會只是想要炒地皮 那到時候旅館 蓋不成 就會變成是那個爛尾樓 那大家所擔心這個事情 那這個就是美麗灣 一個在台東海岸的一個開發案 那 美麗灣這個事情呢 就可以了 我們來講這個什麼 叫做利益輸送 這個利益團體的這個運作 是怎麼一回事 假設美麗灣這個東西的案子呢 你可以這樣來理解它 如果說呢 全台灣呢 全台有100個人 100個人 然後這個案子呢 如果蓋下去了以後呢 這個案子蓋下去了以後呢 它的benefit呢 只會benefit兩個人 只會benefit 只會benefit 兩個人 就是那兩個財團 只會benefit 那兩個人 你就可以想說 這兩個是財團 這兩個人財團 那可是呢 利益非常的大 利益非常的大 假設呢 這個利益呢 是225 每個人的225人 的利益 可是呢 這個案子蓋下去了以後呢 它會cost 全台灣的其他人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以後去那個地方 你就等一下要付錢 你要付錢 可是呢 對人來說 你一生 可能也去那個地方 一兩次而已 去那邊就看一下 哇真漂亮 就沒了 所以對人來說呢 如果他要收錢的話呢 可能你會覺得不大爽啦 可是這個成本對人來說 一點點 一點點 像一個人呢 cost 是5元 每個人cost 是5元 每個人cost 是5元 每個人cost 是5元 如果這個事情呢 你用整個 社會的消費來算 應該要見 還是不見 總的福利是這樣子 Total的福利呢 Total的福利呢 應該是這個樣子 Total的福利呢 Total的福利是這樣子 每個人 蓋了以後呢 這兩個人呢 賺非常的多 225乘上2 所以是多少 450 450嘛 對不對 那減掉呢 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多少 98 98等乘上5啊 所以得到效益是多少 得到效益是-40 所以理論上這個案子是不應該見的 這個案子是不應該見的 這個案子是不應該見的 這個案子呢 如果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呢 你應該是不應該見 不應該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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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通常我們在講 尋租的現象是什麼 尋租是這個樣子 美利灣這個案子呢 蓋了以後呢 之後那兩個才都會得利 每個人得225元 其他98人呢 你以後去那邊就到要付錢 所以每個人你要付5塊錢 這是成本 所以算起來是不應該見的 可是通常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得利的兩個人呢 因為這個利益差很大 得利的兩個人呢 利益差很大 所以呢 他們呢 會花 他們會花 他花每個人出100元 來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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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出100人來遊說 那最後他得到效益是多少 他得的效益是每個人得225元 出100元 每個人出100元來遊說 他還是會賺啊 對不對 他還是會賺啊 還是會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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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賺125元啊 所以他會不會做這個事情 假設說這個案子呢 如果你靠遊說就可以破壞 你會會做 你會花這筆錢來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你會花這筆錢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會行動 你會行動 好啦那你相對來說 你就會想說 哇那這個 或 這個在這個事情裡面得到損失的人 會不會行動 他們如果每個人都出個3塊錢來行動 4塊錢來行動 那錢一定會超過這個200元 對不對 一定會超這個200元 每個人出每個人 他們這兩個人 採討每個人出100元來遊隊 加起來總共200元 那你這邊有98個人受賣啊 你隨便出多少錢 你隨便每個人出個 那個 譬如像說3塊錢出來 你出3塊錢出來 那你就壓迫這個200元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會這樣想 那這個 這98個人 只要他每個人出3塊錢出來 我就可以抵制到 抵制這個案子的興建啊 對不對 而且對我來說 我每個人出3塊錢 我還是得利啊 可是我會跟你說 Render Seeking的問題在這裡 就是說 那98個人不會行動 Render Seeking的問題在這裡 損害的那98個人不會行動 損害的98個人不會行動 這個就是Render Seeking的問題 損害的98人呢 98人呢 好 他我說呢 只要每個人花3塊錢呢 你就可以阻止案子 就可以阻止 阻止 你就可以阻止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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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為什麼我說 我難住這個興建 好不好 不見得你都收留到錢 你要透過政府啊 在這裡面沒有政府啊 對不對 這裡面沒有政府 就98個人要有政府 沒有政府啊 你只要透過熱心公益人士 熱心公益人士 就算他很躲著 那你也不能跟人家要錢 對不對 你要跟人家要錢 這個叫做搶劫索 對不對 搶劫索 所以損害98個人呢 他不會行動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集體行動 這個是集體行動 集體行動的成果呢 集體行動的成果呢 如果你阻止興建了 如果你98個人裡面呢 有一個人 熱心公益人士去硬衝硬擋 把這個案子擋下來了 另外97個人能不能說 啊 這個案子呢 我沒有參與 所以我可以享受這個效益 會不會這樣 不會啊 集體行動的結果是 他有這個什麼 他有這個 這個不可排他性的問題啊 因為是集體行動的結果是公共財 集體行動的結果 結果是公共財 是公共財 是公共財 所以會有free rider的問題 free rider的問題 集體行動的結果是公共財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最後的情況是 不行動 集體行動的結果是公共財 你沒有辦法說 你不參加這個行動 你沒有拿三塊錢來出來 出來捐錢 所以你就不能夠享有這個成果 你不能夠這樣做 你沒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集體行動的結果是公共財 是公共財 所以呢 另外這98個人呢 不會行動 那這就造成了這個rent seeking的問題 rent seeking的問題 想想看美麗彎 這個案子在推動的時候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事情 就算知道你會去支援他 會捐錢嗎 不會啊 很多人是不會的啊 因為為什麼這個東西 剛剛我屁事 或是說離我很遠 就算說我不支援他 我以後去那邊 我還是可以去欣賞這個事情 你也不能夠說 因為我沒有支援這個運動 所以我就 我就不能夠去那個地方 不行嘛對不對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我去參加過一個那個 反七股工業 反那個七星工業區的那個行動 那個是七股 在台南七股那邊 那時候也是有個財園 叫東立市財園 在那邊蓋石化園區 我就採影行動 那我現在可以說 你們一堆人沒有採影行動 所以你們不應該去旗鼓那個地方看黑面皮膚嗎 我不能夠這樣說啊 對不對 而且我也沒有能力這麼說啊 可是我們那時候 蔡野行動很慶幸的 把那個工業園區給擋下來 因為後來東立市財園就倒了 他財務有問題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他在那邊蓋那個東西 並不是真的要動石化園 他只要從地底而已 所以他後來就倒了 他倒了以後 移到對岸去海艙 變成去對岸的海艙工業園區 前陣子發生大爆炸 然後死了一堆的 那我們現在就覺得很輕易說 還好那時候我去把那個工業擋下來 那現在旗鼓還是非常漂亮 你們寒假報有夠的話 可以去旗鼓那邊 或帶桌應該會有台南的 你可以問同學 帶你去旗鼓那邊看黑面皮膚 那塊地是有靈氣的 那很漂亮的地 很漂亮的地 那你可以去看那邊看黑面皮膚 很有意思 現在那時候去參與 就覺得說 柯卡城那時候我去參與那個行動 那我去參與那個行動 我可以說你們都沒有參與 不應該去嗎 不會啊 我會跟你說你們盡量去 所以可以叫做集體行動的結果是公共財 所以大多數的情況 你會看到說 得利的一兩個人 讓財團會花錢遊說 那時候七五個案子 東立市就花很多錢去遊說 去希望推動這個東西 那死派的人呢 很難去行動 很難去行動 可是很親近活 那後來事件還是成功了 美麗灣的這個事情也是啊 都是有這些社會公益人士去花了 他即便得利週五年 他可能會約花二十月三十月去衝這個事情 所以這些人叫值得輕鬆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red seeking的問題 這個是在 不管在民主體制還是威權體制呢 都會有這個現象 那這個也是造成政府失禮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今天跟大家講這個 就是豬肉桶政治跟這個 馴珠 任何事情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邊 那記得 那個要寫作業 然後作業我會放到網大上去 他有作業的話呢 你們那個 夜蘭節奏比較不會到處人力來 比較不會到處人力來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邊 這個就是 他就是崖嶺 那是崖嶺 然後第二條就是崖嶺 崖嶺 這個就是崖嶺 然後捏 這就是崖嶺 感谢观看